新婚妻子太悲惨,眼睁睁看着闺蜜与丈夫私奔到国外,不但拐走家里所有财产,还给她留下一屁股的负债。 全职太太英子在丈夫30岁生日这天做了满满一桌子菜,并且精心准备了生日蛋糕,可左等右等却始终不见丈夫归来,丈夫电话也一直占线。 英子一直等到天亮,接到了丈夫公司物业打来的电话,让英子去交公司拖欠的两个月物业费。 等到英子来到物业公司刷卡的时候却发现,银行卡被冻结,意识到情况不对的英子去自动取款机查看余额,竟发现银行卡里的钱已经被全部转走了。 他急忙联系丈夫刘明,发现对方的微信将他拉黑。 不死心的英子来到警局报案,结果警察却告诉他丈夫已经出国了,而且同行的竟是自己的闺蜜温丽,两人举止亲密,互相依偎着过了安检。 记得当初温丽来丈夫的公司工作,还是英子帮忙主动介绍的,谁能想到自己最好的闺蜜被刺了他。 英子去了丈夫的公司查看,发现诺大的办公室提进人去镂空,最后实在走坨无路的英子来到公婆面前,想要打听流明下落。 没想到公婆早就知道一切,还指责英子不愿生孩子,这才让儿子想摆脱他。 可明明是丈夫一直不想要孩子,冰冷的现实让英子遍体鳞伤。 回到家后,他收拾桌子上的饭菜,将蛋糕倒进垃圾箱,然后伴随酒精,一夜宿醉。 第二天,英子找到自己司法培训机构的老师,想要从他这里寻求安慰。 可看着在自己面前哭哭啼啼的学生,一贯以女强人著称的梅老师,非但没给他安慰,还给了他当头一棒。 将英子从悲痛中拖出来之后,梅老师又给了他一张名片,并且表示这个律所如今正在招人,希望英子可以去尝试面试一下,用法律作为武器,保护自己权利。 一日,英子开车赶往律所,却在路上与一辆奔驰车发生交通事故,男子悄行加塞导致追尾,反将责任推给英子。 在对方开车离开之后,英子狂踩油门追上男子,然后以其人之道缓治其人之身。 内心舒畅之后,英子才神清气爽地重新踏上应聘之路。 英子凭借梅老师推荐成功入职,他被分布到刑辩部的韩主任旗下,韩主任是律所最一毛不拔的律师, 为了不让实习律师们拿到案件代理费的分成,他把案件拆分多个项目,分别让每一人负责一项,从不让实习律师独立办案。 找到工作后,英子再次来到公婆家,想要拿到刘明的联系方式,可二老油烟不尽,只说他们也联系不到儿子。 婆婆直接命保姆送客,英子不敢置信,公婆如此厚颜无耻,他们所住的房子都是写着自己名字的婚前财产。 英子不再顾及双方的情面,悄悄拜托保姆兰兰,帮自己拿回房产证。 兰兰感念英子曾经为他在二老面前说话,次日就趁着老两口跳广场舞的时候,在房间的电视机后面找到了房产证。 他立刻辞职找到了英子,把房产证交到了他的手上。 得到房产证后,英子开始专注于事业,因为长相漂亮而且打扮靓丽。 三郎韩主任主动拿出一个案子让英子负责。 虽然案子是法律援助中心下派的法员案,整个案件只能拿到千把块的补助,但也是邱华师姐再三恳求主任也没有拿到的。 所以当她看到英子拿到独立案件之后,第一时间也想要参与到案件当中来,却被英子直接拒绝,她自己想独立完成案件。 这个法律案件是一个丈夫杀死小三的谋杀案,检察院的证据已经能够形成完整闭环。 韩主任眼看这样的法院案没有佣金可拿,所以对此一点也不上心。 只是让英子简单写一份辩护词,在等到开庭之前,他们再去见被告一面就行。 但出来乍到的英子,秉着认真负责的态度,想要先去见一见被告,再写辩护词。 但被韩主任一浪费时间为由拒绝了,恰逢此时,被告人王大福的妻子找来了律所。 妻子见到韩主任后,主张自己的丈夫是被冤枉的。 在小三被杀时,丈夫明明跟自己一起在老家,根本没有足够的作案时间。 但对于她所说的这一切,却没有足够的人证物证支持。 也就是说,王大福没有不在场证明。 韩主任正向草草了事,坚持要给被告做有罪辩护。 英子在送孙小娥离开公司的时候,特地嘱咐她要去寻找丈夫的不在场证明。 回到律所,英子再次找到韩主任商量,想要寻找证据,替被告做无罪辩护。 没想到,却被韩主任狠狠地训斥了一番。 韩主任非常严厉地警告英子,刑事案只能在检方提供的证据里进行辩护。 吸取将讯的罗英子回去写了一份辩护词,拿到美老师那里想要请她辅证。 可谁也没想到,当美老师听到,英子在没有见过被告人就写好了辩护词之后,脸色立马便阴沉了下来。 美老师也同样狠狠地训斥了英子,大骂她草菅人命,根本不配做律师。 美老师的话让英子愧疚不已。 回到公司,韩律师提出要跟英子去见王大福。 可谁也没有想到,王大福妻子竟再次找上门来。 见到韩律师和英子之后,妻子就非常开心地表示自己找到证人了。 老家村里两个在山上承包果园的邻居,曾在案发当天看到过丈夫。 英子对于这个消息十分激动,可韩主任的反应却十分冷淡。 送走妻子,韩主任置问英子是否要求妻子去寻找证人。 秋华在旁耐心跟英子解释,孙晓鸥很有可能说服村里的人做假证。 但这些证人在见到警察后,往往都会坦白真相。 恐惧之下,会把做假证的责任推到律师身上。 英子学习法律师的美老师,就是因为这样的原因导致被吊销律师执照。 她的丈夫甚至被当庭脑溢解发作,离开人世。 韩主任苦口薄心地告诉英子。 说完,韩主任带着英子去监狱见了被告王大福。 王大福虽然一直主张自己是无辜的,判发当日,她因为小三的事情与老婆吵了一架。 老婆跑到了娘家,她没忍住,和小三在家里一番云语。 小三逼她和老婆离婚,与她发生了口角。 她一气之下回到老家接妻子回来。 离开时在下午一点,直到下午七点回来,发现小三已经死去多时。 虽然王大福极力为自己辩白,但没有任何有效的不在场证明。 最后,韩主任表示,只要她能够拿出五十万赔偿给小三家属,对方就可以出去谅解书,帮她减刑。 两人回到律所后,正好遇到受害人辩护律师来访。 韩主任让英子去和对方交涉。 没想到此人正是英子上班第一天与她发生交通事故的人,对方名叫陈硕。 英子想到那天她无耻的嘴脸,全程没有给她好脸色。 再听到对方罔顾人名,就想要五十万赔偿。 拿高额代理费后,英子怒火中烧。 你对人命对案子就这么儿戏啊。 陈硕嘲讽她太天真,良知这几个浅,骂完连忙遛致大吉。 气死我了,我刚应该骂她一句就好了。 案件基本上证据确凿,韩主任让英子写最后辩护词的时候,她突然接到监狱打来的电话,王大福要求再见律师一面。 本来韩律师不想去监狱,但被英子以拾取律师不可以单独见受害者为由,拉到了监狱。 这次王大福见律师只是因为想起了新的证据。 在她回妻子家的时候,大概下午两点,曾在路边与一个正在修车的货车司机有过交谈。 而在她四点多从妻子家离开的时候,听到有人在路边吹唆呐。 如果律师能够找到这两个人,完全就能够证明她的清白。 听完这些证据后,韩律师依旧不为所动。 最后,还是让王大福拿出五十万对受罕人赔偿,可能会对她的量刑有一定帮助。 回到律所后,英子和韩律师又进行一番辩论,就连韩主任也被英子的执着所折服。 最后,英子为王大福争取到了五天的时间。 就在英子开着车外出寻找证据的时候,却突然接到了一个神秘的来电。 这个电话直接打乱了英子的调查计划,并且还让她方寸大乱。 原来刘明不但卷走两人所有的财产,还欠下了巨额的高利贷。 气愤的英子找到婆婆家质问,没想到却被倒打一耙。 刘明不赌不嫖,借钱不就是为了公司,为了你们这个家吗? 即便这样,英子还想好好与婆婆沟通,没想到最后对方彻底挽起了无赖。 你们的事儿,我们不知道。 你就不后悔是吧。 我后悔什么? 我最后悔的就是刘明找了你这么个扫主星,要不是为了你,她也不会抛架舍业地跑到国外去。 恶婆婆的无赖彻底让英子死心,无奈之下,她只能把案件先交给秋华事件调查,而自己则是去处理这笔数额不菲的高利贷。 英子一个人鼓起勇气来到这家信贷公司,进门边看到了很多打扮新潮的追债人员。 在金融信贷公司老板的办公室前,她特地嘱咐保姆,30分钟之后,如果接不到自己的电话, 就让对方直接报警。 当英子怀着忐忑的心情,见到信贷公司周老板后,上来便说出自己律师的身份,并且表示自己调查过周老板的信贷公司。 对方的公司已经被相关部门重点关注。 在点名厉害之后,英子又表示自己愿意替刘明偿还这笔钱,但她有两个前置条件。 第一就是,就80万了,咱别再滚了。 第二,千万别上门讨债。 如果对方同意,她就开始卖房抽钱。 英子将自己难处以及丈夫卷钱跑路的事情合盘托出,周老板也不愿将她逼得如此凄惨。 在听说英子父亲是海大法学教授,与自己二舅是统事关系后,周老板爽快地答应了英子的请求。 虽然整个过程,英子看上去从容淡定,但在走出信贷公司后,她还是出了一身冷汗。 搞定贷款,英子便去中介公司,将现在居住的房子挂了出去。 本来她不想交易公婆赞助的那套房子,可婆婆却不知廉耻,在发现房产证不见了之后, 直接找上门来。 急着的懒懒抱完紧后,撕破衣服,打开门碰刺恶婆婆。 当英子赶回家后,婆婆上来先倒打一耙,称保姆偷了她家东西。 她偷你们家什么东西了? 出我家房产证。 你房产证上写的谁的名字呀? 婆婆顿时哑口无言,这次的事情直接让英子下定了决心。 她直接去房产中介,将婆婆居住的那套房子挂牌出售。 处理完所有事物,英子再次回到律所,发现秋华最近几天的调查毫无进展, 英子也只能按照韩律师的要求写辩护词,但越写,她就感觉越不对。 如果真的就这样解案,那么自己是不是违背当初做律师的本心了? 于是英子不死心再次拉着秋华外出调查,期间韩主任再次打来电话, 命令英子两个小时内立刻返回公司。 这次英子面对韩律师强势回队。 骂了主任一通后,英子神清气爽,她带着秋华开车前往王大府老家, 却意外遇到陈硕,陈硕是来说服受害者家属,让小三哥哥和嫂子少拿点赔偿金。 可两位不理会是否能为妹妹伸冤,开始和陈硕讨价还嫁起来, 最后敲定了25万和解。 两位冤家再次下路相逢,英子看到对方伸出头向自己打招呼, 一脚油门从旁开过,见了对方一鼻子回。 来到村子,经过一番走访调查,还真让两人找到了古月般的师傅, 就是案发当天那个吹唆呐的人。 师傅回忆起案发当天,他大概三点到四点在附近吹过唆呐, 而就在他们回程的路上,竟有遇到王大福所说的那辆货车, 刚好中介打来电话,英子的房子有买家,急约他见面, 英子没有办法,只好先行离开,让邱华去转那辆货车。 不久后,邱华拿到司机口供,调查到王大福的不在场证明。 邱华回到律所,告诉了韩主任这个好消息, 韩主任眼睛滴溜一转,把邱华叫到办公室详谈。 他通知对方准备案件资料,明天陪自己去法院参加庭审, 故意把罗英子排除在外。 他明白帮王大福犯案是一个绝佳的赚取名声的机会, 便想要独揽功劳,还让邱华叫记者来旁听, 为了让邱华乖乖听话,甚至提出考虑为他转正。 可邱华心中过意不去,在走出对方办公室后, 还是主动打电话通知英子,但此时的英子电话无法接通。 他接到中介电话,房子有人问嫁。 两人见面后,英子发现买家竟是新贷公司的周老板, 眼看对方想要买自己房子,英子自食愿意。 为了让公婆主动搬出房子,甚至主动给周老板上利40万。 周老板开心不已,而对于专门做小贷的他, 两个赖在房子里不肯走的老人,根本不是问题。 英子还提出一个要求,请对方支付给他现金。 他担心收款后,劳工的债主冻结他的银行卡,拿走这些钱。 两人一拍即合,不久后,英子收到卖房的钱。 他想不到周老板不但没收上利的40万, 还热情地派人把现金给英子装上车。 英子万分感激,他拿到钱连连开车送回山东老家, 担心路上出现意外,还特地让保姆跟自己一起。 回到家,英子把现金藏在了床下, 被父母谎称老公公司出了点问题, 提前取出点钱,方便做生意时挤用。 可英子千算万算,没想到在外面和母亲吃饭的保姆说漏了嘴。 最后英子也只能跟父母坦白了一切, 刘明不但和自己的好闺蜜跑了, 还给自己留了一屁股的债。 父母怒火中烧,大骂对方简直无耻。 可事已至此,他们只能安慰女儿, 让她坚强生活,用法律保护自己的权利。 英子告别父母,连夜开着车回去,准备明日的庭审。 一日,英子精心打扮,自信满满地来到公司。 可当她去办公室找韩主任的时候, 却发现对方根本没有来上班。 她只好回到公位上,耐心准备开庭资料。 同时不忍心看她猛在鼓里, 故意告诉她,韩主任已经和邱华一起去法院了。 英子这才知道自己被韩主任和邱华背刺了。 当她一路赶着早高峰赶到法院的时候, 庭审基本上已经结束了。 有了英子调查到的最新两个证据, 案件有了突破性的进展。 法院宣布对案件进行重新调查后, 在择日悬判。 庭审结束后,韩主任在法院门口高调地接受记者采访。 英子本就气得不行, 陈硕还在一旁说风两话, 恭喜她的努力获得了成果。 英子一脸无语, 大骂她是恶人的浅串子, 不要和自己说话。 陈硕乐呵呵地离开。 当英子卖掉自己的房子后, 信贷公司周老板带着手下上门收房。 是一群更加流氓的要债人员, 一进家门, 二话不说就搬起了家具。 婆婆眼看无法阻止, 无奈之下只能打电话给英子, 上来便劈头盖脸给她一顿骂。 你也太歹毒了吧, 你卖房子也不和我们商量一些。 早已说过了这一家人的英子, 嘲讽婆婆去儿子家里居住。 说完潇洒地挂断电话, 英子不解气, 还将恶婆婆的手机备注成老巫婆。 婆婆还做最后的挣扎, 赖在家里不走。 糟老太太, 说完, 命手下把婆婆抬了出去, 可没想到到了晚上, 吴家可过的老两口竟然找上了英子, 他们无赖地想要到英子家住, 英子有的是办法对付老两口。 他威胁公婆如果要继续闹下去, 自己就把他儿子做的龌龊事 讲给街坊领居听。 先说不过英子, 公公出来打杯琴牌, 英子于心不忍, 给二老安排了快捷酒店。 没想到公公却告诉他, 刘明庆和他闺蜜有了孩子。 英子连忙关上门, 掩饰泪水, 可还未从悲伤中走出, 他就接到周老板的电话。 对方告诉英子, 刘明借下的高利贷远不止他一家, 强强厚厚厚加起来恐怕有四百来万。 作为妻子的他, 有责任要帮其还债, 这无疑让英子本见到一丝光明的生活, 再次陷入阴霾。 生活一滴鸡毛的同时, 英子事业迎来转机, 黄大福的杀人案迎来了最终审判, 韩令氏让英子来到法庭旁听, 黄大福最终被无罪释放, 而英子提供的证据让秦爱莲也就是小三家属索赔失败。 原告代理律师陈硕没能拿到代理费, 甚至秦爱莲的歌嫂还上门要求退回律师费。 陈硕和律所同事一出双谎戏, 让两人再次签署委托书。 如果案件真正凶手被逮捕, 他们会为受害者再次向凶手要求高额赔偿。 陈硕将英子典型的傻大姐性格, 便想怂恿英子继续将案子查下去, 突然找到隐藏在幕后的真正凶手。 可谁曾想,英子却根本不上他的当。 晚上,韩主任带着团队庆祝, 他想要利用这场潜规则占秋华便宜。 关键时刻,英子挺身而出救世界与水火之中。 两人的关系也在这次事件之后重归于好。 不久后,英子终于交到了刘明来电, 对方想要他收留自己无家可归的父母。 眼看高丽的老板就要找上门来, 自己的工作甚至都会受到影响, 英子肯定不会答应这样无理的要求。 因为害怕高利贷的追债人找到公司, 英子提前找到了律所负责人方律师, 想要提前打个预防针, 担心自己因为债务问题让高利贷来律所讨债, 导致律所民意受损。 可方律师也不愿承担这样的责任, 英子想到一个好主意。 而英子花200万, 聘请方律成为自己的律师, 不但让官司胜率大幅度增加, 还会让对方成为自己在律所的保护者。 对于方律来说并不是很高, 但对方见英子的果决和坚持, 认为他有成为一个好律师的潜质, 于是他在思索再三之后便答应了这个请求, 但方律特别深明一点, 一定不要让讨债人追到律所。 虽然英子的离婚官司有了着落, 但他这种绕过自己师父找别人的做法, 彻底惹怒了韩主任。 愤怒的韩主任查着英子倾泻怒火, 可英子却丝毫不将这些放在心上。 你在公司里面确实是我师父, 但这毕竟是我个人的私事, 那作为罗英子本人来说, 我想找谁当我律师那不是我自由吗? 英子一番话, 直接把韩主任气得一否生天, 二否出窍, 但他却拿英子没什么办法, 只能对着那些唯唯诺诺的下属无能狂怒。 而且,英子还在偶然间抓到了韩主任的小辫子。 之前的案件结束之后, 被告王大福特地来到公司感谢英子。 在两人见面时, 王大福无意间透露了一个消息, 他曾给过韩律师三万块钱的感谢费, 而且明确告诉对方其中有英子的一部分。 韩律师不但收下了那笔感谢费, 而且还把属于英子的部分给扣下了。 另外, 这位吃过法律亏的主还在送礼的时候偷偷地录了音, 英子表面不动声色, 但让对方把证据留好。 他猜测未来, 这份证据肯定能发挥关键作用。 回到公司后, 英子来到韩主任办公室, 一番敲打过后, 直接让对方的怒火彻底消失。 这不是王大福来看我吗? 你差来干什么呀? 他不是之前先对您表示感谢了吗? 为了让私人带公司不追到公司, 英子再次找到好大哥周老板。 他希望周老板出面帮自己说和一下, 让这些私人带走法律程序解决案件, 并且表示不会让周老板在其中为难。 就这样, 英子暂时稳定住了糟糕的形势。 紧接着, 英子带秋华去工商局查询刘明的公司资料, 却发现早在四个月前, 刘明就把公司法人变更成了英子, 所以公司欠的债务都算到他的头上, 再加上之前的高利贷足足有1600万, 而方律也查到, 刘明就在美国买了房子。 目前的种种形式对英子十分不利, 就连经验丰富的方律也对案子没有把握。 他甚至让秋华劝说英子变卖贵重财产, 为以后的生活做打算, 英子却发誓一定要与刘明抗争到底。 刘明的父母在无家可归之后, 竟然恬不知识地找到了英子的老家, 甚至还住在了英子家的老房子里。 英子父母担心亲家母在家乡亲戚朋友面前说女儿坏话, 只好让他们住在老房子。 英子满心委屈, 为了不让父母担心, 没有说出公婆对她做的龌龊事, 等离开父母家, 英子来见公婆。 恶婆婆的态度依然那么咄咄逼人, 英子响容却说了两口让刘明回国与自己离婚。 但这个恶毒的老太婆却一点不为所动, 甚至对于英子背上1600万的巨额债务, 对方也没有任何的怜悯。 英子刚准备回律所, 就接到周老板电话, 周老板在电话里提到, 律所里有人怂恿他们这些高利贷的老板去律所闹事, 英子一听便知道是韩主人的手笔, 回到律所他便找对方对质, 大麻他如果再敢在背后搞小动作, 一定会去律所举报他, 陈硕在调查案件时遇到瓶颈, 他只能求助帮助王大福成功脱罪的英子。 英子自然乐意宰对方一顿, 两人在一处高档餐厅见面, 英子狮子大开口, 点了燕窝、鲍鱼等高端食材, 心疼的陈硕咬牙切齿。 但这段大餐没白请, 他从英子这里成功拿到王大福的联系方式, 并且得知, 秦安莲死气白来的要嫁给对方, 是想要让王大福背锅。 英子说完, 讽刺陈硕, 这么着急调查凶手, 无非是想要敲诈对方一笔, 简直是律师之耻辱。 陈硕呵呵笑着, 没有反驳对方, 之后陈硕找到王大福了解情况, 从对方口中得知, 秦安莲有一个固定的相好, 想要与自己尽快结婚, 也是为了摆脱对方。 陈硕若有所思, 离开后将这些重要线索交给了警察, 相信案件不久之后就会有所突破, 接连在背后使绊子的韩主任终于碰壁。 在股东高律弹幕无果后, 韩主任竟挑售银行查封罗英子的房子, 当英子跟方律说出实情后, 这个律所的最大boss终于展现出自己的权威, 他把韩主任交到自己的办公室面谈, 然后狠狠地敲打了他一番, 警告他不要再故意招惹自己的委托人, 不然就把当初贴得压下的投诉全部曝光。 被斥责一通的韩主任勃然大怒, 回到办公室便想朝秋华发火, 但早已不再逆来顺受的秋华, 直接关上办公室大门便溜之大吉, 只剩韩主任自己在办公室无能狂怒, 英子和方律秋华一起来到银行咨询房子被查封的事情, 银行网经理表示, 英子签了很多外债, 还不上银行贷款, 所以按合同房子要被银行收走, 接着他拿出当时办理的房屋抵押贷款手续, 房产证上明明白白写的夫妻二人共同财产, 可英子表示自己没有到场, 刘明为何一人就办下了贷款手续, 而且贷款协议上竟还有他的签名和手印, 英子明确表示, 合同的签名不是自己的, 王金理无能为力, 这需要英子来证明笔记问题, 向法院申请做笔记鉴定, 拿到反员文件, 银行才能处理此事, 房律随即询问, 既然是夫妻双方签名, 那么两人当天肯定都来过银行, 房律向银行方面索要贷款当天的监控, 一心想要推卸责任的王金理, 只说银行监控坏了, 一直没有修好, 房律又提出, 要见当天办理业务的经办人, 王金理将银行员工叫过来的时候, 特意嘱咐对方一口咬定罗英子当天在场, 可谁知道, 当员工进入会议室之后, 房律特地跟王金理玩了个亲眼, 故意指着邱华询问员工是否是他来办理房产抵押贷款, 员工连连点头, 但显然对方根本没有见过罗英子, 更不知道真正的英子长得什么样, 虽然他们能够证明这份协议不合规, 但对于整个案子来说并没有多大的帮助, 最关键的是, 英子无法证明这一千万贷款没有用于夫妻二人的共同生活, 所以即便银行贷款不合规, 他们也大概率会输掉这个官司, 要被银行收走, 房律给英子出了一个能够应急的主意, 让他去告留名诈骗, 这样银行的案件就不得不隐后, 但英子顾及面子不想跟对方直接撕破脸皮, 所以他并没有采纳房律的建议, 没过多久, 银行追债的便找上门来, 银行方面的代理律师恰好是陈硕, 英子从房律口中得知, 陈硕是出了名的为了赢官司, 无所不用其极, 所以英子一下子就猜到是陈硕出的主意, 让银行上门骚扰, 他随即打电话把陈硕痛骂一顿, 王木兰兰已经报警处理, 可警察刚走, 这群人又堵在门口骚扰英子, 英子拿这帮人没有办法, 不堪其扰的他只能连夜搬走, 事实上这群人上门催债跟陈硕还真没有关系, 完全是银行王经理的自作主张, 陈硕在得知英子的悲惨状况后, 他出面替英子担保说情, 可王经理却一意孤行, 为了这件事, 陈硕还特地打电话给英子, 甚至冒着雨连夜来到英子家, 等到看到英子冒雨连夜搬走后, 内心愧疚万分, 英子在银行收回房子之后, 便跟保姆兰兰一起搬进了一套老破小公寓, 英子对这样的条件没有任何抱怨, 反而是保姆开始对房子挑三拣四, 因为英子不肯告流明诈骗, 所以输掉了与银行和高利贷目的财产纠纷案, 庭审结束后, 法院警告英子应尽快偿还流明公司欠下的巨额债务, 方律可怜英子情况困难, 想要补偿他一部分代理费, 但英子即便现状十分窘迫, 也不愿接受别人的同情, 庭审结束后, 英子拜托周老板约几位私人债主见面商谈, 周老板却趁机揽住英子肩膀, 让他不如跟着自己, 不要再这么辛苦, 英子连忙打开对方的显猪手, 快速地逃离此地, 周老板虽然动机不纯, 但办事却不含糊, 没过多久, 他就打电话通知英子, 明天上午十点, 债主们答应见面详谈, 看到周老板如此费尽心力地帮助英子, 一边的兰兰拿他们的关系开起了玩笑, 但英子却对这些话十分反感, 他非常郑重地告诉兰兰, 以后不要再开这样的玩笑, 而兰兰之所以这么说, 是他对有钱有能力的周老板春心懵动, 第二天, 英子跟债主们见面详谈, 英子上来便说明自己的困境, 并且表示愿意偿还全部债务七成, 毕竟剩下三成都是额外的利息, 显然对于这样的结果, 这些高利贷债主们完全不认可, 可关键时刻还是周老板帮英子说话, 几位债主商量后最终决定收取全部债务的八成, 可英子还是没那么多钱, 周老板好爽地表示, 他愿意帮对方付最后的一成, 周老板从英子离开时, 特地提到房子被法院摸收这事, 英子做得漂亮, 不然房产被几个老板看上了, 就永远拿不回来了, 回到律所的路上, 英子才恍然大悟, 原来通知银行收回房产的人是秋华, 英子感动不已, 事实上在英子这个案件当中, 只有秋华一眼洞察了案件的核心, 另外眼光独辣的秋华还看出, 英子那个保姆懒难, 绝对不是让人省心的主, 可英子却没有把这件事放在心上, 陈硕调查到死去的秦爱莲, 曾经有一个名叫吴航的男朋友, 在秦爱莲出事前三个月, 吴航喊到对方打官的餐厅做监职, 最后因为打人而被老板开除, 秦一时有天晚上, 吴航看到醉酒的客人对女友动手动脚, 他一时气不过打了对方, 英子回到家, 这才知晓, 公婆在外哭诉, 英子把老两口赶走, 英子的父亲脸皮薄, 内心过意不去, 不但收留公婆住在家里的老房子, 还要将房子的产权送给对方, 英子内心无比委屈, 在愤怒之下, 他终于说出丈夫带着小三出国, 转移了夫妻俩的共同财产, 还背着自己借了私人贷款, 在听到公婆为老不尊, 合着会儿欺负自己的女儿之后, 英子的父亲直接被弃得住院, 好在经过治疗, 老人身体无恙, 出院后, 父亲越想越气, 要给女儿出一口恶气, 他当着公婆的面宣布, 要收回自己的房子, 请两位老人立刻离开, 婆婆开始撒泼, 坐在椅子上不肯走, 英子父亲早有对策, 身为教授的他, 叫来自己的学生, 吩咐学生把老太太搬出去, 父亲还事先叫来了警察, 婆婆一脸委屈地向警察诉苦, 他们这么多人, 非法欠入我们家, 英子父亲拿出房产证, 警察也好言相劝, 公婆俩不要霸占别人的房子, 母亲给英子进行了全程直播, 英子看着这一步泪流满面, 在他人生的绝望时刻, 有父母帮他出口恶气, 英子的心里充满感恩, 有了父母的支持, 英子充满力量, 他从父母家中拿回卖房款, 又去车行, 卖掉了自己和丈夫的车, 在卖车的时候正好遇到了陈硕, 陈硕是车行的运用律师, 凭着这层关系, 车行愿意再多支付英子五万, 陈硕的举丑之劳, 让英子对他大有改观, 终于英子还清了所有的私人贷款, 热情的周老板, 拉着他跟私人贷老板们合影留念, 案件结束, 秋华也发自内心地为他感到高兴, 无债一身亲的英子, 为了犒劳自己, 分清付款买了一辆车, 还去美容会所保养一番, 以完美的姿态重新回归工作, 此日, 英子一身靓丽打扮, 来到公司上班, 瞬间成为大家关注的焦点, 在别人艳下的目光中, 英子的步伐自信从容, 在网大福被无罪释放后, 陈硕继续接下来请爱莲家人的委托, 在最近一段时间里, 他一直在调查这个案件, 陈硕经过反复调查, 确认了一个无行的年轻人有嫌疑, 但警方在经过调查后, 却将他释放, 陈硕在百思不得其解的情况下, 找到英子寻求帮助, 他以讲故事的形式, 想吸引英子对案件产生好奇, 主动帮忙调查, 可刚刚摆脱债务的英子, 显然没有那份闲心, 不但没上当, 还反僵了陈硕一军, 为了不被女人看不起, 陈硕只能没日没夜地监视无行, 结果发现了他右臂上的伤口, 陈硕记得在这起案件中, 警察判定凶手是左手持刀杀人, 应该是个左撇子, 所以善用右手的吴航才被排除了嫌疑, 陈硕对吴航产生怀疑, 让搭档对吴航进行调查, 结果发现, 案发时吴航又比受伤未好, 陈硕立马将自己的发现告诉了认识的警察, 另一边, 英子下班后, 混到房子里有烟味, 询问兰兰之后得知, 对方竟然将周老板喊来家里吃饭, 兰兰这种反客为主的举动, 让英子感到十分不快, 况且, 英子也不想跟周老板走得太近, 让对方知道自己的家庭住址, 兰兰被说一顿, 立马垮着一张脸, 兰兰闹得不欢而散, 秋华的担心开始逐渐露出苗头, 但兰兰给她带来的麻烦还远不止如此, 最近英子要准备律师转正, 希望兰兰晚上尽量不要打扰自己, 问自己一些法律上的问题, 兰兰听到这句话十分不开心, 第一反应是英子不想让自己学法律, 兰兰也想当律师, 她选择自学, 可在家自己看律师用书又无法完全理解, 只能整日向英子请教, 无难之下, 兰兰只能拜托梅老师, 给兰兰报了一个法律培训班, 安抚好兰兰, 英子把全部精力投入到工作中, 争取转正律师的名额, 英子和秋华也在谈论这件事, 英子破解需要提高收入, 过上更好的生活, 可秋华最近一年完全靠透支信用卡来过活, 她明确表示, 自己不可能在这次转正上做出退让, 但英子想的不是跟秋华抢名额, 还是想方设法让老狐狸再争取一个名额, 合伙人大会开完后, 韩主任第一时间把秋华叫到了办公室, 秋华任劳任怨地辅佐韩主任, 韩主任丝毫看不到她的付出, 而是想让秋华做她的情人, 韩主任答应把转正名额给秋华, 说完, 把秋华叫到身边, 还是他用某些东西交换转正名额, 秋华立刻向后躲闪, 韩主任再也抑制不住内心的冲动, 只要你和我在一起, 除了名分不能给你, 我什么都能给你, 韩主任当着秋华的面订好酒店, 其心思不言而喻, 秋华离开韩主任的房间, 坐在位子上大口呼气, 她拿出手机, 刚才韩主任说的话已经被她全部录下来, 下班后, 韩主任提前来到酒店房间, 韩主任倒是十分谨慎, 先检查房间里是否有摄像头, 接着洗澡坐在床上等秋华, 准备完毕, 韩主任打电话给秋华, 秋华明确表态他来不了, 正在见客人王大福, 一说到王大福, 韩主任立刻赶到酒店, 大堂服务员带韩主任去往包厢, 另一位服务生急忙向英子同逢报信, 韩主任刚走到包厢门口, 就听到房间内传来争吵声, 王大福夫妇正在里面吵架, 妻子认为王大福再次有了外遇, 把家里的三万块钱送给了情人, 王大福向妻子解释, 他把钱给韩律师了, 妻子不相信, 他们接受的是法律援助, 是无常接受服务, 因此在旁附和, 律师私自收费是违规行为, 严重的还需要停止反省, 韩主任在包厢外听到几人的谈话, 骂了一句白氧狼后仓狂离开, 见门外没了人影, 几人结束了演戏, 开开心心地坐在一起吃饭, 第二天, 韩主任把秋华叫来问话, 秋华继续发挥超强的演技, 趁王大福录下了送钱给韩主任时的对话, 而英子也知道了韩主任私吞钱财的事, 韩主任急了眼, 主动提出要给英子另外申请一个转正名额, 说干就干, 韩主任立刻找到了方律, 又争取到了一个名额, 之后他把罗英子叫到办公室, 为了表现出名额得之不意, 韩主任夸张地说着, 为了得到名额, 与其他同事吵得脸红脖子粗, 甚至到了翻脸的地步, 英子心里知道名额就是韩主任一句话的事, 但他还是配合韩主任演戏, 装出一副感激涕铃的样子, 简直就是一对戏精试图, 对比韩主任手下那些三四年还没有转正的实习律师, 英子和邱华的现状还算是不错了, 当两人的名额报上去后, 其他没能转正的实习律师们来找两人算账, 但这些要挟对英子来说根本没用, 这些不敢对韩律师提要求, 更不敢再受到压迫时说不的人, 他根本不会将对方放在眼里, 英子脑子转得快, 把矛盾点转移到韩主任身上, 是韩主任耍小心思, 故意不让实习律师单独接手案子, 凑不顾业绩, 只能一直任他呼之即来, 挥之即去, 就这样,两人杀出重围, 拿到了律师证, 成为了一名真正的律师, 转正后, 邱华的日子并没有变得好过, 他再次被韩主任叫到办公室, 韩主任把门关上, 对邱华动手动脚, 正巧英子来找邱华, 听到韩主任的办公室传来邱华的拒绝声, 邱华从办公室逃走, 这一幕正好被英子看到, 英子找邱华私聊, 他决定拿到律师证后和邱华出去单干, 出身农村的邱华极度不自信, 他不认为凭借自己的能力能够拿到暗缘, 正因为邱华缺乏自信和逆来顺受, 才让韩主任这个老色批越来越肆无忌惮, 同事之间也传出了风言风语, 对邱华也越来越不尊重, 当面讽刺他, 傍上了韩主任, 邱华一如既往的懦弱, 还是英子主动上前, 给了嚼舌根的男同事一巴掌, 邱华回到自己的宫位, 感觉无比委屈, 但很多时候, 尊重不是别人给的, 而是自己争取, 就像英子靠着自己的能力和品德, 赢得了律师顶级富二代夏叔的尊重, 他手中有着丰厚的案源, 这波夏叔介绍英子, 接到了一件顶级富豪离婚的官司, 本来英子听说是离婚案并没有放在心上, 可当他看到案件当事人的背景后, 惊讶地瞪大了眼睛, 英子一看涉案金额如此巨大, 就想拉着夏叔一起接下案子, 可夏叔却对金钱没有任何兴趣, 英子只能找邱华一起工作, 当两人精细打扮见到案件中间人时, 对方却表示, 办理离婚官司的魏总, 希望找一个年纪较大, 有经验的律师来辩护, 英子反应迅速, 立刻抬出他们背后的师傅, 中间人以为, 两人只是来打头阵, 实际接案的是有经验的老律师, 便把案件资料交给了二人, 两人拿到材料后, 熬夜的案情进行分析, 总结出了一套行之有效的辩护思路, 但现实是, 如果没有老律师为他们站台, 两人还是无法拿下这个案件, 他们知道这个案子一定不能让韩律师知道, 于是两人纷纷找到了律所的其他合伙人, 希望他们能够出面替两人站台, 但这些合伙人一听没有实际好处, 谁也不愿给他们无端提供这样的帮助, 英子虽来想去都找到了梅老师, 但早也被吊销律师执照的梅老师, 肯定也不愿做这样欺骗别人的事, 没有请到梅律师不说, 还从对方处得知了一个消息, 梅老师告诉英子, 在这里学习法律的兰兰, 不但每天豪车接送, 而且学习非常不认真, 果然一会儿打扮得花枝招展的兰兰, 便走进教室, 兰兰部门梅老师成天教育自己, 进来便跟英子说梅老师的不好, 兰兰不尊重市长的话, 惹得秋华内心不悦, 在秋华离开后, 英子和兰兰进行一番长谈, 英子这才知道兰兰当了第三者, 已经跟周老板走到了一起, 对于插足他人婚姻的行为, 这个女人竟没有丝毫羞愧, 大言不残称男人是真爱, 甚至还想要给周老板生孩子, 以此拿捏住这个男人, 英子不停劝说兰兰离开周老板, 兰兰不悦, 误以为英子觉得自己配不上周老板, 懒乱的事让英子心烦意乱, 离婚案也没着落, 走投无路之下, 两人只能找到韩主任, 希望他能够出面帮案人作证, 英子以为不提供案件信息, 韩主任就无法将案子截胡, 但他还是低估了韩主任的卑鄙程度, 他拿着英子给的大概信息上网搜索, 发现离婚官司竟是涉及十几亿的大案, 韩主任顿时动了歪心思, 四日中午, 两人在约定好的地点等待韩主任到来, 可任凭他们怎么打电话, 韩主任那边都没有任何响应, 等两人进入包间之后却发现, 韩主任早已在里面与魏总开始了洽谈, 还反过来埋怨两人迟到, 韩主任明目张胆抢客户的行为让英子十分气愤, 走出饭店大门便对韩主任破口大骂, 虽然韩主任利用卑鄙手段抢来案子, 但他根本没在这个案子上下功夫, 在与魏总交谈的时候, 韩主任含糊其词, 根本没有谈到任何干货, 反而一再催促魏总与他签署代理合同, 并且还要出了一千万的高价, 这直接让魏总感觉极度不舒适, 反而是秋华在饭局结束后依然在饭店门口苦等魏总, 地上了与英子一起完成的代理思路, 可以给魏总日后的律师作为参考, 事实证明努力就会有收获, 没过多久, 韩主任就接到了魏总的电话, 在电话里, 韩主任还想拿捏对方, 故意说起自己手头案子比较多, 希望魏总尽快签约, 可他怎么也想不到自己这一番拿捏正好碎了别人的心愿, 魏总也不想和不负责人的韩主任合作, 随后秋华接到了魏总的电话, 对方在看了他们的辩护思路后, 觉得两人做事踏实靠谱, 思路也跟魏总想得大体一致, 于是便聘请他们当作自己的代理律师, 还有两人下午三点在茶馆见面, 才去往茶馆的路上, 两人在车上幻想, 这一代应该收多少律师费, 畅想挣到钱以后的美好生活, 两人与魏总见面, 思路清晰地分析了案件的利弊, 说明了其中的利害关系, 让魏总更加相信他们的能力, 两位了案子, 结人开始商讨价格, 因子提出这场官司, 他们收费六百万, 见魏总有些犹豫, 他要主动降价一半, 可因子并不知道正是他的降价, 让魏总内心有些纠结, 毕竟对比韩主任开出的一千万报价, 两者之间相差太大, 不免让他有些怀疑二人的实力, 回到办公室后, 两人开始复盘, 生怕魏总拿着两人的代理思路, 去找个便宜律师, 那不是为他人做嫁衣, 而魏总在货比三家之后才发现, 因子给出的方案才是最合适的, 想应两人签订合同, 因子接到电话后许出望外, 立马向所里汇报此事, 主管行政的陶律师忙吩咐手下, 将委托单录入系统, 谁知这事意外发生, 原来在今天早上, 韩律师早早来到律所录入一个委托单, 韩律师知晓英子二人接下来魏总的委托, 恨得咬牙切齿, 为了讲黄两人的委托, 提前和魏总的妻子签订了委托, 还自降身价只开出30万的备用, 见状, 英子和秋华顿时火猫三丈, 直接找到了律所负责人方律师, 方律师了解了大致情况, 证明英子所愿非虚, 他找韩主任谈话, 韩主任咽不下这口气, 哪怕不要委托费, 他也要接下案子, 魂言, 方律师来了火气, 眼见来硬的不行, 韩主任转换作战思路, 开始充当正义使者, 大马魏总是当代陈世美, 有钱就变坏, 抛弃糟糠之妻, 还不想分给太太钱, 他为了道义才接下案子, 见韩主任坚持不想放弃案子, 方律师决定召开合伙人会议, 幻音刚落, 韩主任立刻止住了眼泪, 拿出一份文件, 韩主任早就料到, 方律师会找自己谈话, 他提前拉拢其他合伙人, 签署了一份能够影响方律师投票权的动议, 本来方律师的手中有两票, 在自身利益受到影响的情况下, 方律不得不选择牺牲其他的利益, 无奈的方律找到了英泽和邱华, 让两人放弃这单能够给他们带来巨大利益的委托, 案子就这么化为泡影, 英泽内心充满愤怒和失望, 邱华则是习惯性的任命, 就在两人交头烂额的时候, 梅老师又打来电话告诉英泽, 兰兰在学校里又闹出了幺蛾子, 心悸不顺的英泽只能赶去学校, 再次替自己的小保姆收拾烂摊子, 原来兰兰和周老板的事被远配发现, 对方找上门来将她痛打一气, 到了如今地步兰兰依然不知悔改, 还想要英泽帮着逼迫周老板离婚, 英泽对兰兰的三观感到震惊, 但念及两人是通过自己认识, 她出于道义, 她愿意作为中间人帮助双方沟通, 在去往周老板公司的路上, 尽快过去签合同, 英泽只能再跑一趟跟魏总说明情况, 魏总知晓韩主任的卑鄙举动, 对她的行为感到不耻, 事到如今, 英泽的人无法代理魏总的案件, 关键是时间紧迫, 魏总没时间再花功夫寻找别的律师, 英泽心中一时半会儿, 也没有合适的人选, 她只好先去找周老板商量关于兰兰的事, 恰好遇到了无良律师陈硕, 英泽领机一动, 认为可以把陈硕介绍给魏总, 英泽先跟周老板说起兰兰的事, 对于兰兰, 她只是抱着婉婉的态度, 说实话妹妹我压根就没看着, 她自己往上踢你, 在英泽的劝说下, 周老板答应了断这段感情, 愿意拿出几十万作为对她的赔偿, 事实上这也是看在英泽的面子上, 不然像她这样的社会人, 断然没有拿钱的可能, 说完了兰兰的事, 英泽急着去找陈硕, 给她介绍了魏总的案子, 陈硕见见开, 一口接下了委托, 回到律所, 英泽兴奋地找到邱华, 讲出了自己已读公图的策略, 我爱死这种狗丝猫羊, 热气腾腾的生活, 之后两人又作为中间人, 与魏总见面, 对于没能让两人代理自己的案件, 魏总还是感到非常遗憾, 她想支付英泽二人一些咨询费, 感谢两人对自己案件的付出, 但英泽大手一挥分文不取, 还把辩护方案交给魏总免费使用, 魏总十分欣赏英泽的行事方式, 当场我两人介绍了一段新生意, 是一个几百万的专利案, 一听到几百万, 邱华双眼放光, 英泽洋装淡定, 继续有味总谈话, 想要与当事人见面相聊, 聊完后, 两人在茶馆门口等待姗姗来迟的陈硕, 邱华心里没底, 两人从没打过专利案, 英泽心宽, 认为不会可以献血, 英泽是财迷, 他可不想放弃任何赚钱的机会, 没会儿陈硕到来, 面对英泽给自己介绍大客户, 陈硕大方地给两人提成, 英泽在意的可不是提成, 他需要一个比韩主任更恶劣的律师, 介绍完, 英泽离开, 把现场留给陈硕, 在简单了解案件的情况下, 陈硕立刻显示出了自己的专业, 他立马将两个案件拆分开来, 他的思路基本上与英泽两人一致, 先打官司, 拿回股权, 然后再诉讼离婚, 另一边, 英泽在了解周老板的态度后, 与兰兰在图书館见面, 他提出周老板想要拿出50万, 解决这件事的诉求, 但兰兰岂是这么容易满足的人, 他提出要1000万, 要是周老板不答应, 就必须娶她, 最后事情根本没有谈妥, 双方都还劝英泽不要再掺和这件事, 英泽听话退出, 不再管两人的事, 回到律所继续工作, 今天, 秋华在律所值班接待法律咨询, 正好有一个女士上门咨询, 秋华却突然感到身体不适, 因此只能代替她接受咨询, 前来咨询的女孩名叫郭玉, 是老板杨总的秘书, 杨总人面受薪, 多年来一直资助贫困山区的学生, 被地里却抱着阴暗龌龊的目的, 郭玉在接受杨总资助入职伟达集团后, 经常遭受杨总的骚扰, 已经迎认了大半年, 对方经常给她发一些暧昧的短信, 询问郭玉是不是处女, 那一尺寸是多少等等, 单独在办公室时, 杨总会看一些不好的小视频, 有时候遇上郭玉来送文件, 杨总还会拉着她一起看视频, 对郭玉动手动脚, 正是听说了郭玉的经历, 邱华联想到自己, 才会感到身体不适, 无法继续为郭玉进行法律咨询, 郭玉拿出杨总给她发来的信息, 因此翻看了聊天记录, 但聊天记录模棱两可, 无法给杨总定罪, 至于骚扰郭玉的行为, 也是在私下里进行, 没有相关的人证, 正因为较难取证, 这场骚扰案件才会履禁不止, 因此一时间自己也拿不定主意, 便和邱华一起找到方律, 希望她能提出一些建议, 方律给出的建议, 也是给受害者讲明厉害, 其余的让受害者自行选择, 因此向郭玉讲明了现阶段, 举证有些困难, 哪怕打官司也会败诉, 郭玉情绪激动, 过几天她还要跟杨总去出差, 到时候不知道对方会做出什么 蚕狼虎抱的行为, 英子给郭玉出主意, 建议她辞职回老家工作, 或者去医院开个假假条, 郭玉不愿回到没前途的老家, 走投无路之下, 郭玉刚出律所就来到楼梯间, 郭玉让自己受伤, 一次躲过这次出差, 英子和邱华得到消息, 向楼梯间跑去, 把郭玉送去医院, 邱华仿佛从郭玉身上 看到了自己的影子, 她想着当时方律圈说英子的话语, 职场骚扰案件很难定义, 就算打赢了, 也没什么结果, 受害者往往会受到二次伤害, 想着自己在职场遭遇的不公正待遇, 邱华突然下定了决心, 第二天来到律所, 邱华找到了韩主任, 抬开门键上地告诉韩主任, 自己要独立出去, 与英子当干, 并且要将手里的三个案子带走, 放走邱华, 韩主任本不愿意, 更不用说还要被对方带走 自己最值钱的三个案子, 闻言, 邱华打开手机播放录音, 他在手机里, 满是这几年来偷偷录下的韩主任 对自己骚扰的话语, 韩主任急忙把门关上, 即便面对铁证, 韩主任依然不肯妥协, 他大声叫嚣着让邱华去告自己, 这颗老狐狸料定, 邱华没有这样的勇气, 邱华不愿与他理论, 带着三个案子与英子一起独立出来, 他们搬进一间空着的办公室, 有了独立办公地点后, 两人努力工作, 他们认真研究了魏总朋友的案件, 给出了一个行之有效的辩护思路, 得到了对方的肯定, 董总十分豪爽, 还想把公司的法务换成英子和邱华, 英子强压内心的喜悦, 与董总继续探讨案子, 其实内心早已乐开了花, 这样两人便用了稳定的收入来源, 正式打响了他们独立出来后的第一步, 两人回到律所后, 见到了找来的郭玉, 原来郭玉上市未好, 强行出院, 一来到公司, 就被杨总的太太叫走, 杨太太在丈夫办公室内安装了摄像头, 拍下了杨总对郭玉动手动脚, 她仓皇逃跑的画面, 面对丈夫的骚扰行为, 杨太太非但不管束自己的丈夫, 反而大帽郭玉穿着暴露, 主动勾引丈夫, 明明上班之前, 她警告过郭玉不要再穿短袖和短裙, 郭玉十分委屈, 她那天的确穿了裙子, 但不是想勾引杨总, 杨太太护着自家人, 如果你的行为减点一灵, 是不是就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了? 郭玉被开除, 气不过的她再次找到英子两人, 这次她下定决心要拿起法律武器, 维护自身利益, 运输出了杨太太手中有杨总骚扰她的视频, 很显然对方不会给郭玉提供视频证据, 而英子则另批蹊径, 希望从劳动仲裁方面对伟达集团提出诉讼, 毕竟当初郭玉跟公司签的是三年合约, 如今无故被辞退, 可以拿到应有的补偿, 秋华在旁小只一礼, 动之以轻, 从经济方面提醒郭玉, 如今生存的艰难, 郭玉想到自己的处境, 勉为其难地接受了两人的建议, 但他刚走出律所没多久就折返回来, 他看着两位与自己年龄相仿的律师, 发出了灵魂拷问, 明明他是受害者, 却有苦难言, 要当成什么都没发生过, 哪怕打官司, 也只能走劳动仲裁这条路, 郭玉内心堆积着委屈和愤怒, 这次终于下定决心不再沉默, 他表示自己即便是输掉官司, 因此两人在向他讲明利害关系后, 也决定帮助他对杨总提起诉讼, 因此发现了邱华情绪异常, 带郭玉走后, 他质问邱华是不是也受到过同样的待遇, 邱华承认, 因此不明白他为什么要选择隐忍, 邱华内心充满了无处发泄的委屈, 他不忍受能怎么办, 因此把邱华当成朋友和战友, 向他被欺负不免情绪激动, 邱华从小没有朋友, 如今有了因此心疼自己, 不禁眼眶湿润, 因此是有仇必报性, 但邱华是个深思熟虑的女生, 她甚至与韩主任打官司, 要付出惨痛的代价, 一个与自己师父对簿工堂的律师, 没有哪个律所敢录用她, 因此思考着对策, 邱华已经有了想法, 他会让欺负自己的人付出代价, 韩主任听说邱华正在接一起职场骚扰的案件, 他害怕邱华通过这个案子, 积累了经验和信心, 反过来对付自己, 于是在律所里四处奔走, 希望律所通过行政手段干预这个案子, 律所合伙人当然知道韩主任所做的那些龌龊事, 但为了律所的利益, 陶律师也不建议两人接下案子, 当英泽和邱华来到陶律师办公室汇报工作的时候, 他谈起了这起案件, 骚扰案件很难胜诉, 一旦败诉是对当事人的二次伤害, 陶律师劝说二人, 表示下次会亲自跟郭玉谈, 陶律师向郭玉说明情况, 他的本意是把杨总道貌安然的样子公之与众, 但最后还有可能被贴上万恩负义的标签, 受了杨总的资助还反咬恩人一口, 杨总说不定会起诉郭玉让自己名誉受损, 届时郭玉将付出巨大的代价, 魂言, 郭玉认清了现实, 他愿意接受劳动仲裁, 放弃对杨总其他罪命的追究, 转天, 英泽和邱华来到了伟达集团, 结果在楼下又碰到了陈硕, 两人还因为车位的问题发生了争执, 好巧一不巧的是陈硕是杨总的代理律师, 这两个人还真有欢喜冤家的属性, 总能在无意之中对付公堂, 陈硕先一步来到杨总的办公室, 向他阐述了案件的厉害, 并且表示需要支付郭玉一定的补偿, 然后给杨总支招, 让两位律师把手机留在外面, 防止他们录音, 稍后英泽和邱华来到办公室, 这个老色批就用极具侵犯性的目光, 不礼貌地上下打亮着英泽, 秋华一看编织对方眼神的含义, 他一直压抑着自己的愤怒与对方沟通, 而对于自己骚扰下属的行为, 杨总知道两人没有携带手机, 大大方方地承认了, 我不是生人, 看见漂亮女孩, 我以后有想法, 秋华悲弃地起身离开了办公室, 杨总也给出自己的条件, 他愿意赔偿郭玉两年的工资, 结束了郭玉的案子, 英泽去旁听陈硕与韩主任的官司, 希望看到韩主任输官司的一刻, 陈硕也充满自信, 毕竟他是为了赢官司, 无所不用其极的陈无良, 事实上, 陈硕早在法院开庭之前就有准备, 他们还特地了解了法官的秉性, 搞到了法院的平面图, 但具体实施什么样的策略, 就不得而知了, 转眼到了开庭这天, 开庭之前, 案件双方当事人在走廊上见面, 陈硕假装友善地让夫妻二人握手示好, 性格暴躁的魏总妻子, 直接对魏总发出人身威胁, 你信不信我把你的手指头给掰断了? 听审开始, 陈硕提出被告主张, 表示那份股份转让协议, 是当事人受到胁迫下进行签署, 并非当事人本身的意愿, 随后, 陈硕拿出了魏总的家中, 遭到妻子苛待的视频, 而韩主任抓住了视频拍摄的日期, 是在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后拍摄, 只能证明两人在协议签署后感情恶化, 无法说明其他问题, 接着, 陈硕又拿出妻子给魏总发过的信息, 每一条都威胁着魏总及其家人的人身安全, 韩主任反驳, 这些短信是在签订协议后发出, 对证明本案毫无意义, 况且是魏总找小三在先, 妻子一时激动才会说出过期的话, 事后并没有做出任何伤害他人的行为, 韩主任陈胜追击, 从男女身高和体重的差距入手, 证明妻子与魏总力量悬殊, 根本不可能用胁迫暴力的手段让魏总签下协议, 严谨上午的官司结束, 英子为陈硕捏了一把汗, 按现在的情况来看, 陈硕输官司的可能性很大, 陈硕也明白现在的局势, 他一时间无法拿出新证据, 只能被迫使用一些盘外招, 他先让自己的搭档薛律师在法庭上接电话, 公然扰乱法庭的秩序, 这引起了法官的极度不快, 但显然这样的小插曲根本无法拖延多长时间, 就在陈硕迟迟无法想出办法的时候, 跟着韩主任一起来到庭上的小田, 竟在寻找材料的时候, 不小心把自己的耳机吊在了地上, 陈硕反应极快, 提出让法官检查是否是录音设备, 打乱了庭审的进度, 法庭秩序被接二连三地扰乱, 法官气愤地宣布休庭, 下午继续, 陈硕目的自然而然地也就达到了, 休庭后, 陈硕带着魏总在大厅里巧遇妻子, 魏总当众说起, 妻子有个小白脸, 偷替对方打俩孩子了, 闹得人尽皆知, 妻子被激怒, 拿起包包上前凹打魏总, 把人按在地上揍, 陈硕在旁观看, 对一旁的英子十个眼色, 英子立马拦下正要离开的法官, 带领法官目睹了这一幕, 证实了魏总常年忍受着意怒的妻子, 就这样, 在两人的一唱一和下, 最终将形势逆转, 魏总迎下官司, 拿回了自己的股份, 案件结束后, 英子还不忘继续捅刀子, 看着韩主任的气急败坏的嘴脸, 英子和邱华内心感觉到无比的痛快, 这时, 妻子追来让韩主任还代理费, 英子趁机说道, 韩主任可是说免费代理呢, 妻子闻言追上韩主任找他算账, 两人回到律所, 看到郭玉竟然再次找上门来, 原来郭玉却到公司领取补偿金的时候, 竟再次被杨总交到办公室骚扰, 对方还十分嚣张地吵郭玉叫嚣, 说这些钱, 就当是去族玉店找按摩小姐了, 听着对方侮辱的话语, 郭玉咽不下这口气, 英子和邱华决定替他打这场官司, 他们在公司的代理人会议上提出此案, 大部分合伙人在了解案情后, 纷纷表达了支持, 可方律依然不同意, 最后恰好赶上了律所创始人, 梅老师来到律所签字, 正好听到了这件事, 替他们说话, 英子才成功接下了案件, 但梅老师作为过来人, 提醒英子一定要小心谨慎, 提防当事人, 曾经她的当事人与对方律师谈条件, 临时倒戈, 反映梅老师夫妇, 教他们做伪证, 最后梅老师不得不离开律所, 接下案子后, 方律给两人一个比较靠谱的方案, 让他们多找几个被深陷骚扰风波的受害者, 英子和邱华准备去见郭玉, 公司里正硬感十足的夏大小姐拦住了他们, 夏叔在想加入两人, 为了公平正义而斗争, 深感经济负担的英子决定, 让这个不缺钱, 只缺使命感的大小姐加入进来, 正好坐下书的车, 油费, 停车费都省了, 几人来与郭玉交谈, 他们打听到了杨总前任秘书的去处, 对方如今已经回到了老家, 屈腹, 如果不是夏大小姐跟着, 大家根本没有经费跑这么远, 几人来到前任秘书面前说明了来意, 秘书表情突变, 不愿多说, 随便找个理由, 头也不回地离开了, 见前秘书所口如瓶, 过于又想到了几个被杨总骚扰过的女员工, 英子两人找上这些人, 得到的结果, 惊惊人的相似, 你所说的这些事在我身上都没有发生过, 在我身上没有发生过, 而如今正在伟达集团工作的职员, 肯定不会愿意作证丢掉工作, 接而脸色的碰壁, 让英子和邱华非常沮丧, 另一边, 作为杨总代理律师的陈硕, 他给杨总出了一个馊主意, 因为杨总与董总的公司关系密切, 而且杨总本人还是公司的股东, 所以杨总通过董总向律所施压, 如果两人继续代理郭玉的案子, 那么董总将撕毁于律所签订的代理合同, 于是帮律再次奉劝英子他们放弃这个案子, 如果你们坚持要打这个毫无胜算, 没有收入的案子, 还放弃这个, 值吗? 英子只能再次劝说郭玉, 放弃骚扰的诉讼, 在正营和稳定的收入面前, 他还是选择了妥协, 这时,夏叔带着郭玉风风火火地回到了律所, 他表示自己已经找到了关键的忍证, 有一个曾被杨总骚扰的女孩, 因为抑郁症而服用了药物, 他愿意出庭作证指证杨总, 因此犀利地指出, 服用药物人员提供的证据在法庭上是不具备可信性的, 但夏叔却拿出服药女孩的照片质问两人, 真的甘心让杨总逍遥法外吗? 夏叔的一声声控诉, 让任何一个有良知的律师都无法互动于衷, 也让郭玉坚持要打官司, 之后他们三人再次找到方律, 拿着那张照片坚定地表示他们要接这个案子, 方律诉所再三后也同意了他们的请求, 并且想到了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 方律找到其他律所的律师来代理案件, 但私下里还是英子等人搜集证据, 但他们得不到一分的代理费, 另外,为了这个案件, 他们还要交出手中的张力案, 因此两人可以说是为了案子付出巨大, 紧接着,夏叔通过关系查到了杨总资助贫困学生的名单, 他们顺着这个名单往下查, 发现了杨总的更多证据, 其中有许多人愿意站出来指证这个衣冠禽兽, 不久后, 英子带着郭玉提起诉讼, 正式起诉杨总骚扰, 杨总也收到了法院的传票, 为了赢得官司, 打舆论战也是一条路, 英子他们手中的证据太少, 把此案曝光给媒体, 经过媒体的传播, 说不定原来不愿发声的女生们突然改变了主意, 能够得到更多的证据, 可邱华瞻前顾后, 他明白舆论的威力会对郭玉造成伤害, 一旦郭玉回到老家那个小县城, 冥完不化的老家人会用异样的眼光看待他, 会给他贴上负面的标签, 邱华分析的在里, 但两人没想到杨总那边率先发表了声明, 还有记者来到郭玉家门口对他进行采访, 郭玉的案件被曝光后引起了全面关注, 一方是有钱有势的企业家, 背后站着律师公关团队, 甚至还有无良媒体, 一方势单力薄, 还要面对家庭压力, 这根本就是一场不对等的战争, 杨总为了赢下官司无所不用其极, 不但让公司里的员工抹黑郭玉, 还召开记者发布会装好人博取民众同情, 一时间网络上充满了对郭玉贬低谩骂的声音, 称他不懂感恩, 竟然给资助自己的好心人泼脏水, 媒体跑到郭玉的住处蹲点采访, 甚至还有基金的网友任义务砸过于住处的玻璃, 对于目前发生的一切, 英子等人早有打算, 但舆论带来的压力对于证人的影响, 却远远超出了英子等人的预期, 随着网上舆论呈现出一边倒的局面, 开始有证人后悔, 不愿出庭作证, 导致案件只剩下最后一个证人, 英子充满信心, 哪怕只有最后一人出庭作证, 也足够证明杨总骚扰员工, 转眼到了案件开庭这天, 开庭前, 英子和陈硕在法院门口见面, 这对欢喜冤家相见, 自然少不了一番蠢枪舌剑, 陈硕对于案子看起来信心十足, 但在法庭上却还想着拖延受理之期, 英子和秋华搞不清楚这个陈无良到底耍什么话招, 案件出审过后, 两帮人在法庭外再次见面, 陈硕拿着英子提供的证据, 看似无意识则有心地提醒他, 他所有的证人都跑光了, 就剩这最后一个, 小姑娘应该是比你还有正义感, 你跑了, 他都不会跑, 英子没有听出这句话里面的含义, 但一向心气的秋华却感觉到了不对, 英子仔细思考后, 也察觉到异常, 两人立刻找到了案件最后一个证人, 小丹, 仔细询问之后才得知, 原来夏叔在找到他的时候, 正好赶上房东来收房租, 在小丹一时间无法拿出钱的情况下, 夏叔仗义输财帮他交了两个月房租, 意识到事情不妙的英子和秋华, 立刻打电话给代理律师撤回证据, 结果碍了对方的一通埋怨, 回到律所, 两人立刻把惹下大祸的夏叔请出办公室, 现在好了, 两人手里彻底没了人证, 秋华打电话, 把目前的情况告知过狱, 还没等秋华说完, 过狱以自己有事为由, 匆忙挂断了电话, 眼见对方的态度变得模糊, 似乎想要撤销起诉, 暗自到这里, 彻底陷入了死胡同, 两人也因此备受打击, 晚上失落的两个人在外喝酒, 恰好碰到了路过的陈硕, 后送她回家, 还十分贴心地将她的车开了回来, 此日, 秋华刚到律所, 就被韩主任叫到办公室, 这个外念格朗台竟然拿出几个不错的案子, 要将案件送给秋华英子两人, 相应的, 秋华需要删除关于她的录音, 秋华二话不说, 把案件资料甩到韩主任的脸上, 扬长而去, 今早, 郭瑜再次找上门来, 不久前, 她的父母知道郭瑜打官司的事, 不但不支持女儿讨回正义, 竟还说出让人心寒的话, 父母如此不负责人的话, 非但没有让郭瑜退缩, 反而更加坚定了她打官司的决心, 如今这场官司, 不仅仅是郭瑜跟杨总的对决, 更是这个苹果女孩与命运的抗争, 在坚定了将官司继续的决心后, 郭瑜找到了有着相同经历的夏琳琳, 夏琳琳不但遭受了杨总的心骚扰, 而且还遭到了对方的侵犯, 被武警的开除后, 她染上了药瘾, 夏琳琳手里有非常多杨总发给她的骚扰短信, 并且也愿意出庭作证, 但方律却认为在法庭上只提供短信证据即可, 最好不要让夏琳琳出庭作证, 毕竟陈硕无德肯定会用夏琳琳服药的事大做文章, 但英子却觉得他们应该主动承认关于夏琳琳的事实, 让法官认识到她的惨状都是杨总造成的, 另外方律找的代理律所放弃了这个案子, 但在她的协调之下, 董总同意了他们接下这个案子, 两人可以名正言顺地出庭了, 转眼到了开庭这天, 秋华和英子身穿律师服在法庭上与陈硕交锋, 连拿出了短信证据, 陈硕去替代理人强行狡辩, 趁杨总身为女孩们的资助人, 的确会对曾资助的孩子格外关心, 只是短信中存在措辞不当, 但离骚扰差了十万八千里, 无奈之下, 英子只能请出最后的证人夏玲玲, 陈硕对新的证人提出了抗议, 但最终法官还是同意了英子的请求, 之后夏玲玲出庭在法官面前, 讲述了自己的经历, 从她在公司遭受杨总的骚扰, 到后来出差时被这个衣冠请受侵犯, 事后夏玲玲从公司离职, 组建了自己的家庭, 可她过不去心里地砍, 选择向丈夫坦白, 丈夫是个针操观念极强的男人, 她受不了夏玲玲这种经历, 决定结束婚姻关系, 夏玲玲深受打击, 因此走上了不归路, 让英子没想到的是, 对方提供的证据经过精心删减, 隐瞒了自己三番两次敲诈杨总的事实, 陈硕拿出这些证据进行反驳, 让夏玲玲提供的整个证词失去了可信性, 夏玲玲当场情绪崩溃, 无法再继续作证, 最终导致了英子在这场官司里输得一败涂地, 案件结束后, 英子勃然大怒, 他找到陈硕, 痛骂他没有良知, 在法庭上咄咄逼人, 把夏玲玲逼入绝境, 这次陈硕没有任由英子辱骂, 他大声悔击, 是你错了, 英子身为郭玉的律师, 更应该考虑的是郭玉的感受, 而不是夏玲玲, 此外, 律师不能被同情心支配, 左右自己的判断, 一个被情绪左右的律师, 是永远成为不了一个好律师的, 如果英子明白不了这一点, 就永远赢不了陈硕, 也无法成为一个强大的律师, 这次的失败, 让律所对两人有了很大的意见, 但好在方律力挺两人, 加上夏书一番大闹, 并没有给他们造成实际影响, 但败诉的郭玉, 却在事后收拾行李, 狼狈逃回了老家, 英子在承认承说强大的同时, 却并没有实际认识到自己的错误, 英子表示, 再遇到这样的案子, 绝对不会再接, 反而是邱华在处理这件事上, 显示出了令人敬佩的智慧, 和杨总进行接触, 晚上失忆的英子在酒吧喝酒, 再次遇到了携带新女友而来的陈硕, 嘴瓶的陈硕跟英子攀谈, 想要让对方认自己当师傅, 他愿意叫英子如何打官司, 可一向对陈硕嗤之以鼻的英子, 怎会搭理他, 反而是略施小记装作陈硕前女友, 让他在现女友面前狠狠挨了一个巴掌, 英子刚刚走出酒吧, 就接到了邱华的电话, 对方让英子赶紧去公司一趟, 原来当初邱华和英子去伟达集团面见杨总的时候, 邱华就注意到了杨总的新秘书小田, 回来后邱华秘密调查这个秘书, 发现他竟是杨总妻子的亲侄女, 邱华立刻意识到其中肯定有事, 在结合杨总办公室里被安装监控一室, 邱华立刻想到其中的利害关系, 妻子一直知晓丈夫的龌龊事, 才把亲侄女安排在他身边, 于是在办理过于案件的时候, 邱华一直尝试与妻子取得联系, 直到他们案件审理结束后, 妻子才给邱华回电话, 两人约在一家咖啡馆见面, 谈话中, 妻子田总将夫妻两人的感情比作经营企业, 而邱华则暗示杨总这个合伙人具有风险, 塞在头上一把刀, 他迟早会栽, 到时候妻子也会受到牵连, 邱华的话打动了妻子, 最终双方达成协议, 他们要利用手中的证据逼迫杨总近身出户, 邱华兴高采烈地告诉英子, 自己接受了田总的委托, 并且可以拿到一百万天价率是费, 他愿意跟英子四六分钱, 这次见钱眼看的英子没有了往日的开朗, 反而隐有些抗拒这个委托, 他关注的是为之前的女孩讨回公道, 还不是帮妻子田总让他近身出户, 依然保住了名声, 可那件案子已经翻篇, 邱华现在全身心投入到田总的案子中, 此日, 想通的英子来找邱华, 愿意跟他一起接下委托, 正说着, 有人通过前台找到了他们, 来人是一个戴着鸭舌帽的男人, 他给两人提供了一份酒店监控的视频, 从视频里可以清晰地看出, 夏琳琳是被杨总强迫着发生了关系, 此人自称是夏琳琳的前夫, 表示看到案件审理后心中不忍, 才拿出了手里的证据, 但他不希望与这个案子牵扯上关系, 之后英子又带着这份视频找到了方律, 方律表示, 有了视频可以证明杨总侵犯, 但案件的性质也发生了彻底的改变, 侵犯是刑事案件, 必须由检察院提起公诉, 视频证据一旦公开, 案件便和律所彻底失去了关系, 杨总也会随时入狱, 两人必须加快田总离婚案的进程, 但中间发生了一个小插曲, 杨总的父亲脑溢血生病住院, 生命垂危的他手里握着公司9%的股份, 他懒得田总想要等对方去世, 杨总继承这部分遗产后再谈离婚, 到时候拿到手的就是35%加9%的股份, 这样田总就可以利益最大化, 邱华二人在没有明说有监控证据的情况下, 暗示田总他这样做要承担极大的风险, 田总也是个聪明人, 收到提示决定见好就收, 只需拿到杨总手里35%的股份即可, 与田总达成协议, 英子和邱华来到伟达集团谈判, 杨总在知道事情的前因后果之后, 提出要让自己的律师出面, 英子和陈硕又一次在谈判桌上进行交锋, 英子拿出杨总骚扰手下的证据视频, 杨总看完视频气急败坏, 第一时间打电话给妻子, 说明父亲病重, 离婚一时暂缓, 但妻子吃了衬妥铁了心, 必须要立马离婚, 听了杨总的表述, 陈硕发现了问题, 妻子这么急着离婚, 给杨总父亲手中9%的股份也不要了, 说明对方手中很有可能掌握着他更加致命的证据, 妻子为了脱身才急着离婚, 听了陈硕的分析, 杨总已经做好与英子签署转上协议的准备, 但在签字之前, 她提出了一个条件, 杨总要求妻子不能公开手中的任何证据, 英子听后爽快地答应了这个要求, 但正是她的痛快让杨总推迟了签署协议, 再回到公司的路上两人分析原因, 为何杨总会在最后时刻迟疑了呢? 英子认为, 可能她已经猜到视频并不在妻子田总的手中, 秋华怀疑夏林林的前夫还有可能拿着那个视频敲叉过杨总, 再根据英子的反应分析出视频不在妻子手中, 果然杨总找到了夏林林的前夫, 当初前夫用视频副本换取了五万块, 但她不满足, 翻手把视频证据交给了英子和秋华, 杨总转头找到了妻子, 同意将手里的所有股份转上给田总, 然后协议离婚, 但她提出了一个条件, 那就是让田总要回英子两人手中的视频证据, 杨总可以丢掉所有财产, 但她不想坐牢, 为了能够成功和杨总离婚, 田总答应了这个要求, 想要劝两人销毁手中的证据, 但只要熟读法律的人都知道, 刑事案件任何藏匿销毁证据的行为都是犯法的, 不管多大的利益也不能让两人妥协, 眼看奉劝两人无果后, 田总又跳过他们找到方律师, 他以为在巨额利润的诱惑下, 方律会做出有利于律所的选择, 但刑事案面前根本没得选择, 方律只是做出让步, 答应田总暂时不将这份证据提交上去, 方律的选择让田总非常愤怒, 他用利益威胁董总, 要求他们公司与律所解除合同, 方律劝他为受害的女孩们着想, 田总一声吃笑, 我告诉你苍蝇布丁无缝的蛋, 他们应该也不是什么好货色, 听了田总的回答, 方律依然没有妥协, 就在双方进行交流谈判的时候, 郭宇带着更多的受害者来到了律所, 他们都是接受杨总基金资助的大学生, 并且都遭到了骚扰, 每个人的手里都掌握着大量的证据, 郭宇的案件被报道之后, 这些人先后找到郭宇, 表示愿意出庭作证, 没多久, 杨总的案件开庭受理, 如今证据确凿, 即便陈硕巧舌如簧在法庭上也哑口无言, 输掉了官司, 陈硕没有丝毫沮丧, 反而对英子取得的进步感到开心, 这起案子的胜诉让邱华下定决心, 他决定开始清算韩主任这些年施加给他的伤害, 当他拿着录音找到方律的时候, 这个女人依然为了律所的利益, 选择让他们稀释宁人, 英子和邱华做出退让, 要求韩主任给邱华道歉, 并且给予案件上的一定补偿, 最后在英子和方律的双重压力, 韩主任不得已向邱华道歉, 英子还用手机录下了他道歉的音频, 只要这份证据捏在手里, 韩主任便无法对邱华进行二次伤害, 这件事过后, 韩主任备受打击, 心怀怨恨的韩主任一肚子坏水, 开始挑拨英子两人和方律的关系, 方律表面上看起来云淡风轻, 实际上心里已经有了芥蒂, 最近英子与银行的案件即将开庭, 方律想让邱华劝说英子报警, 但英子思索再三之后, 还是不愿将刘明置之于死地, 以英子对刘明的了解, 他可没这个智商, 筹谋这一出把自己逼上绝境, 邱华想让刘明的出轨对向温利, 可能是一个专门靠感情骗钱的诈骗犯, 这刘明绝对不是他第一个或最后一个猎物, 经秋华这么一说, 英子还真想起另一个潜在受害者, 但当两人来到对方的地产公司时, 却发现这里早已变更了公司名, 而英子所打听的地产公司的老板孙某, 也因为职务侵占罪而入狱, 英子察觉其中有问题, 立刻来到监狱面见了孙某, 这个孙某是英子父亲的弟子, 在经过攀谈过后, 英子得知, 孙某落得如此田地, 果然和温利有关, 这个憨憨的男人因为转移财产入狱, 还做着出狱后和温利远走高飞的美梦, 英子告诉他温利是个骗子, 孙某不愿意相信这个事实, 英子没办法拿出证据, 证明孙某转出的钱, 已经打入了刘明与温利注册的公司, 温利在勾引孙某的同时, 也在对刘明下手, 孙某看着证据, 情绪崩溃, 这才说出一切, 当初温利在刘明的公司与孙某相识, 精心策划过的温利自然而然地吸引了他的注意, 孙某掉入温利设计的圈套, 心甘情愿地把公司财产转移到温利名下, 如今还死心塌地地替温利背负罪名, 听说了真相, 英子感到毛骨悚然, 他怎么也无法想象当年善良纯真的温利, 竟是把男人玩弄于股掌的诈骗犯, 晚上, 英子在家看着温利的照片, 兰兰再次被周老板妻子打伤, 找英子哭诉, 英子已经决定不插手这件事, 对他根本没有任何好脸色, 兰兰内心十分委屈, 英子没有多说, 劝他去洗个澡清醒一下, 就在这时, 陈硕找上门, 他劝英子再想想其他办法, 应该起诉流民诈骗从而保全房子, 英子对陈硕的好意鼓动于衷, 反而还冷言冷语地奚落他, 要不是他给银行支招, 银行也不会用野蛮的手段从自己这里抢走, 一片好心被当成驴干肺, 陈硕信心离开, 陈硕走后, 兰兰看着陈硕英俊的背影表情玩味, 这个小保姆内心又有了帮大款的想法, 第二天, 兰兰就暴露了自己的狼子野心, 他表示自己不愿意继续学习法律了, 但想找一个跟法律相关的工作, 兰兰主动把话题往陈硕身上引, 想请英子帮忙让他到陈硕的手下工作, 没有防备的英子被兰兰窝着给陈硕打了电话, 陈硕一听英子找他帮忙便答应了下来, 兰兰这个心机女得偿所愿, 秋华得知这件事后劝英子, 小保姆绝不是省油的灯, 别到时候英子再给自己找麻烦, 英子每当回事把兰兰带到了陈硕面前, 一见到陈硕, 兰兰开始掏近乎, 硕哥, 你现在是我助手, 我是你老板, 以后叫我陈律师, 第一次治别兰兰兰还没放弃, 身为助理的他还想坐在陈硕的对面, 我这不是来照顾您的吗, 可陈硕不是裸英子, 根本没给他好脸色, 强行把兰兰当到楼下助理的位置, 转眼到了英子银行贷款安开庭当天, 英子毫无意外地输掉了官司, 他最后的房子也被银行没收, 到目前为止, 英子帮刘明把债务全部还清了, 但日子还要继续, 英子回到律所继续工作, 这天律所来了一位马女士, 点名道姓要求要件英子和秋华, 看来杨总的案件让他们有了不小的知名度, 马女士是一位网店店主, 后,转眼论一起故意伤害致死的案件, 从马女士的描述来看, 她的前夫并没有参与打架, 反而是追出去劝架的, 在得知受害人死亡后, 她选择了逃跑, 反而与她一起参与斗殴的人主动自首, 称是前夫打死了人, 最终前夫被判终身监禁, 对方裁判了12年, 马女士讲完案情, 却不愿拿出判决书, 在两人回到办公室讨论案情的时候, 她还偷偷给记者打电话, 邱华一眼看出, 马女士有些不对劲, 但两人谁也没有把这放在心上, 因此两人表示, 这起案件的代理费用为50万, 马女士表示自己可以先付20万, 官司打完后再付剩下的费用, 因此没有在这件事上多做讨论, 邱华在旁说着这份委托书, 不能用马女士来签署, 毕竟两人已经没有任何关系了, 如今签署委托书的最佳人选, 应是前夫的母亲, 可马女士回答, 老人已经去世了, 马女士拿了一份让丈夫提前签名的委托书, 就这样, 两人成功把案子接了下来, 但送走马女士后, 邱华感觉马女士头脑清晰, 是个聪明的女人, 既然提前让前夫签署了委托书, 这一般人可想不到, 说完两人开始对案件进行调查, 他们先是去了前夫的公司, 发现这里早已停产停工, 他们也找到保安询问, 得知前夫的工厂早已欠了一屁股债, 但他在市区二环内还有两套房子, 他绝对算不上穷人, 接着, 两人又去了当时爆发冲突的饭店, 以及受害者被打死的小树林, 跑了一圈也没有得出什么结论, 英子对这个案子十分感兴趣, 想要接下这个富有难度的案件, 就这样, 马女士与律所签订了合同, 奇怪的是, 马女士一直没有上交委托费, 几天后, 她打电话给英子, 表示想与英子单独见面, 见面后, 这个女人终于露出了狐狸尾巴, 她哭诉着自己请律师打官司, 加上给前夫母亲治病, 已经花光所有钱, 她希望英子能将财产处理委托书, 带给前夫签字, 那样的话, 她就可以处理掉前夫的房产, 拖欠的代理费自然也能补上, 这是违法行为, 英子不愿意答应, 见状, 马女士开始掩面哭泣, 使出苦肉计, 英子心软, 愿意拿走委托书, 考虑考虑是否要帮助她, 但出于自我保护, 英子让马女士给自己发条短信, 并且在短信里明确地拒绝了对方, 万一日后发生意外情况, 这条短信能够成为证据, 邱华看到委托书, 严厉教育英子不该收下委托书, 她收下委托书与英子一起去见前夫了解情况, 在整场谈话中, 邱华都没有拿出那份文件, 在下次与马女士见面的时候, 她义正言辞地拒绝了对方的要求, 英子和邱华开始研究前夫的案子, 前夫要求进行无罪辩护, 她否认自己打死受害者, 她只是上前拉架而已, 但口说无凭, 她又拿不出其他的证据, 英子和邱华去找案件证人了解情况, 几人口径一致, 都说是前夫打死了受害者, 为王话, 英子和邱华等天黑了, 来到案发现场的小树林, 两人模仿着案发现场, 附近没有路灯, 从远处能看见人的高矮胖瘦, 但再细节的内容就看不清了, 也无法确认是谁打死了受害者, 这时, 受害者的家属们来到现场, 斥责英子二人是无良律师, 竟然替杀人犯打官司, 家属们认定前夫是凶手, 怀疑他是不想偿还向受害人借的钱, 才杀人灭口, 不久前, 受害者的姐姐翻出了借条, 已经交给了法院, 英子二人一阵震惊, 回托人前夫根本没有跟他们说明这一点, 回到律所, 英子立马打电话给马女士, 埋怨他不该对自己隐瞒, 前夫与受害者之间存在债务纠纷, 马女士急忙道歉, 撑前两天受害者的姐姐给他打来电话, 他才知晓此事, 向马女士求证完, 英子二人再次来探视前夫, 这次前夫承认曾向受害者借钱用来做生意, 但他从来没想过欠钱不还, 本来英子他们打算从前夫与受害者毫无牵连入手, 现在看来只能另辟蹊径, 就目前的情况分析, 二婶很有可能会维持原判, 回言, 前夫情绪激动, 大吼大叫, 发泄着情绪, 他一脸凶狠, 坚持要进行无罪辩护, 前夫情绪起伏的一幕被二人看在眼里, 他明显有暴力倾向, 自控能力很差, 打死人的事很有可能会发生, 至此, 英子陷入迷茫, 万一委托人真的犯罪, 他不知自己是否要继续打这场官司, 他向梅老师请教, 梅老师一如既往为他指点迷津, 律师的职业道德就是尽职尽责地为当事人服务, 与梅老师聊完, 英子往回赶, 路上接到父亲的电话, 得知母亲正在医院, 英子来到医院, 从父亲口中得知了事情的原委, 英子的前公婆在父母居住的小区买了新房, 与英子的母亲偶然遇到, 婆婆二话不说, 对英子母亲恶语相向, 还大肆宣传, 英子在外面有男人, 给自己儿子戴绿帽子, 婆婆大骂英子不要脸, 英子母亲受到刺激, 怒火攻心, 当场晕倒, 被送到了医院, 医生告诉英子, 她的母亲虽然还有心跳和呼吸, 但已经失去意识, 成了植物人, 医生给出家属选择, 是维持呼吸还是把管, 英子和父亲一致决定, 维持着母亲的生命体特征, 见父母被前公婆欺负到头上, 她下定决心起诉刘明, 不再对她心软, 与刘明对簿公堂是后话, 她要先找前公婆算账, 以进门, 英子二话不说, 拎起水壶, 交在二老的饭菜上, 你们在我身上和我父母身上所做的一切恶, 我都会让刘明百倍地陪回来, 信不信? 见英子要起诉刘明, 公公急忙上前祈求, 这一刻, 英子算是看明白了, 说不定平时那些坏点子都是她的主意, 婆婆上前殉职英子没教养, 对长辈没大没小, 人不能因为老了就有作恶的理由, 英子回到律所, 决定要起诉刘明, 方律师知道英子已经没什么钱, 愿意免费帮英子打二审官司, 银行经理听说英子控告刘明诈骗, 担心自己做的坏事东窗事发, 他打电话向陈硕求助, 一口咬定英子和刘明联手诈骗, 要和英子斗到底, 英子不知经理的想法, 左思右想, 请得罪魁祸首, 为了找到更多线索, 英子再次来探望孙某, 询问温丽的事, 正巧前几天, 孙某收到了温丽的来信, 对方称已经回国, 却从来没看望过她, 还让孙某给她介绍有钱的丁老板认识, 很明显丁老板是温丽的下个猎物, 英子想和孙某联手, 让温丽身败名裂, 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 这正合孙某的意, 答应与英子合作, 孙某记得, 有次她和温丽去酒店约会, 酒店内正在举办化妆品展校, 温丽似乎有意躲避那些服务员, 孙某怀疑温丽认识对方, 但孙某不记得化妆品的品牌, 这简单, 只要知道日期, 英子可以去酒店查询到品牌, 英子查到了化妆品店, 想一位老员工打听温丽的情况, 知晓她本名叫温蓉, 老员工回忆起, 温丽来到店里后, 经常受到其他员工的欺负, 便把温丽带回了家, 后来老员工发现, 温丽似乎总背着她向自己丈夫献殷勤, 温丽察觉到老员工在提防自己, 就实际地搬走了, 后来温丽认识了陪女朋友来店里买化妆品的王良, 王良出手大方, 随随便便就给女友买三千的化妆品, 就这样, 王良成了温丽的猎物, 两人很快确定了男女关系, 温丽还利用她拿到了本地户口, 目的达成后, 温丽果断耍了王良去寻找更好的归宿, 紧接着, 因子去找王良, 问起她和温丽认识的过程, 王良根本不知道温丽是化妆品的销售员, 她曾被女朋友去买过化妆品, 但每次她都是低头玩手机, 从没抬头看服务员一眼, 王良记得自己跟温丽是在餐厅相识, 温丽不小心把一杯热水撒在王良女朋友腿上, 女朋友的腿被烫伤, 被送去医院, 王良无意中看到女朋友大骂温丽是猪, 一个苹果竟然笑了五分钟, 还指使温丽做这做那, 王良看不下去, 私下里向温丽赔礼道歉, 温丽一副善解仁义的模样, 丝毫没生女朋友的气, 还别说男人真吃这套, 渐渐地, 王良被温丽吸引, 两人常常在天台聊天, 最后走到了一起, 如今回忆起来, 王良后知后觉, 原来自己早已成为温丽的目标, 另一边, 马女士前夫的二审裁定结果下来了, 法院派念一审证据不足, 发回重新审理, 英子和秋华第一时间把结果告诉了方律师, 很快, 好消息传遍了整个律所, 大家都对二人刮目相看, 最不开心的当属韩主任, 他等着看两人的笑话, 没想到事与愿违, 此日, 英子把马女士交到律所, 通知对方二审裁定, 同时让马女士把剩下的费用交起, 马女士还想继续委托英子二人为前夫打官司, 秋华提出要五十万代理费, 马女士一时半会儿没有这么多钱, 想拜托律师让前夫签署委托书, 卖掉一套房子用来支付费用, 秋华说明这是违法行为, 他们绝不可能答应, 在一旁记录的夏叔突然插嘴, 他觉得反正要去监狱找前夫签署委托协议, 顺便再多签一份也无妨, 英子让人看向他, 示意他不要插嘴, 见英子他们不松口, 马女士想思考下在做定夺, 英子和秋华来见前夫, 向他讲明历还关系, 进行无罪辩护很难成功, 最好的办法就是对受害者家属进行赔偿, 争取降低刑期, 文言前夫勉强答应, 让律师先去与受害者家属接触, 但他强调, 英子两人一定不能代表他表态, 赔与不赔, 赔多少都要他亲自决定, 前夫的案子还没解决, 英子被警察长上门, 以涉嫌诈骗的罪名将他带走, 来到警察局, 英子明白了来龙去脉, 是银行告他和刘明涉嫌诈骗, 他猜到是因为前几天自己告刘明诈骗, 这样一来, 文明抵押给银行的房子没法拍卖, 银行不能在第一时间收回贷款, 这才把英子告了, 邱华立刻向方律师说明情况, 方律师分析很有可能是银行向警方报案, 浑言, 邱华和夏叔分头行动, 一个去银行了解情况, 另个去找银行的代理律师陈硕, 碰巧陈硕不在, 夏叔急得焦头烂额, 这时接到了马女士的电话, 马女士约见夏叔, 拜托他把委托书交给前夫, 夏叔紧急因此他们的嘱托, 再三推托, 既然如此, 马女士希望夏叔帮自己把一封家书交给前夫, 夏叔一脸为难, 谁知马女士再次装可怜, 诉说着自己对前夫的一片真心, 夏叔瞬间心软了, 他愿意收下家书, 但要先查看信件里的内容, 再做决定, 谁知马女士偷偷录下夏叔收下家书的一幕, 单纯的夏叔丝毫不知此事, 另一边, 陈硕就到消息, 他第一时间来找银行的王经理, 故意评骗对方, 称自己跟当警察的朋友说了因子诈骗的事, 没想到因子竟然被抓了, 王经理毫无防备, 这不就被陈硕炸出来了, 陈硕与代理律师的身份想要了解案件详情, 王经理和银行员工一口咬定是夫妻俩一起来办事, 陈硕提出查看当时的监控, 此话一说, 旁边走来走去的王经理立刻停下了脚步, 员工立马回答当天没有监控, 王经理的小动作被陈硕留意倒, 陈硕故意在外面等着女员工, 再次询问她是否有监控录像, 在法律中, 销毁证据可是犯罪行为, 女员工立马慌了神, 坦白是王经理嘱咐她销毁视频, 她没这个胆, 还是留下了视频, 陈硕提出要查看视频, 女员工点头同意, 大家都在为银子奔走时, 韩主任也做了不少事, 她有说在各位合伙人之间天有加醋, 希望大家团结起来, 向方律建议开除英子, 还带着众人来到方律的办公室, 她找借口要接电话, 让其他人进去打头证, 秋华新知是韩主任使坏, 警告她不要在背后做小动作, 不然她就把韩主任 骚扰自己的证据公之于众, 在稍后的合伙人会议上, 大部分合伙人要求把英子开除, 方律和陶律坚持维护英子, 方律还要亲自和英子辩护, 方律是带秋华来到警察局, 当务之急是证明英子和刘明的银行贷款无关, 英子提一座笔记鉴定, 与银行贷款合同上自己的签名进行对比, 英子不知道的是, 陈硕通过银行员工拿到了监控录像, 视频显示是温逆假扮英子来银行进行贷款, 陈硕身为银行的代理律师, 必然不能把视频交给秋华等人, 他只能暗示秋华, 夏叔是靠着父亲的关系, 成为了公司的合伙人, 正好他们公司也有一号人小马, 也是靠着父亲成为了合伙人, 而两人的父亲还有些交集, 秋华回想着陈硕说的话, 询问夏叔是否认识小马, 得知两人是发小的关系, 秋华拜托夏叔去找小马打听情况, 夏叔立马行动起来, 他一来到陈硕的律所就被小马带到办公室, 陈硕已经安排好一切, 他故意躲出去还让搭档暗示夏叔, 陈硕的电脑里有很多重要资料, 千万不要乱动, 搭档刚走, 夏叔从陈硕电脑里看到了银行的监控录像, 陈硕则通过办公室监控, 看着夏叔把证据拷贝走, 两人把视频交给方律师, 三人第一时间来到警局提交证据, 警察经过调查, 确认贷款文件上的签名是伪造的, 那人与刘明去办理贷款的也不是英子, 王经理百思不得其解, 不知是谁泄露了监控录像, 很快警方对刘明进行通缉, 来到刘明父母的家里, 把他们请到警局协助调查, 事后, 英子从秋华口中得知, 是陈硕提供的银行监控录像, 他大为吃惊, 不知陈无量为何会突然帮助自己, 另一边, 陈硕下班回家, 蓝蓝自作主张提前来到他家, 准备了一桌饭菜, 还特意点了蜡烛, 要和他煮光晚餐, 陈硕把蜡烛吹灭, 蓝蓝从背后抱住陈硕, 陈硕掰开他的手, 一转身看到穿着性感睡衣的蓝蓝, 陈硕躲开蓝蓝, 他摆清楚两人是雇佣的关系, 说得好听, 他是助理, 其实就是个小保姆, 小阿姨而已, 他之所以聘用蓝蓝, 只是给了英子面子, 陈硕教育蓝蓝, 身为女孩子要懂得自爱, 在男人面前脱衣服真的不合适, 蓝蓝当场翻脸, 提出辞职, 向陈硕讨要工资, 陈硕当场给他转了八千块钱, 蓝蓝误以为陈硕和英子合伙耍他, 蓝蓝走后, 英子打电话约陈硕喝酒, 感谢陈硕为自己起托嫌疑, 陈硕假装对此毫不知情, 两人聊天间, 陈硕说起自己把蓝蓝开除了, 他担心蓝蓝迁怒于英子, 英子不放心蓝蓝, 一回家, 蓝蓝出现在他面前, 如今蓝蓝没了工作, 打算走一步算一步, 先住在周老板的房子里, 英子劝他与周老板划清界限, 蓝蓝不愿听他说叫打断英子的话, 他强调自己不是白吃亏的人, 凡是有人欠他的, 他一定让对方加倍奉还, 英子邀请他回来与自己同住, 可如今的蓝蓝已经不甘心只当一个保姆, 次日, 英子的前公婆找来律所, 英子带他们来到楼下餐厅, 一进包厢, 老两口向英子下跪, 求英子撤销对刘明的起诉, 事到如今已经晚了, 英子不愿撤案, 离开了包厢, 回到律所, 英子拜托夏叔找美国同学帮忙, 把刘明上了追逃名单的消息, 告诉美国移民局, 整理好情绪, 英子和秋华来见马女士的前夫, 但这次很奇怪, 前夫一直在寻找夏叔, 见夏叔没有同来, 他一脸失望的表情, 英子和秋华继续向他说明当前的情况, 询问他打算赔偿受害者家属多少钱, 前夫心不在焉, 根本没有认真听两位律师说的话, 英子感觉前夫态度的转变, 感觉他全身散发着对自己和秋华的敌意, 连都察觉到有问题, 怀疑有人向前夫传递了什么信息, 才导致他态度大变, 转天, 前夫的案件开庭, 马女士在背后提醒他千万不要认罪, 听了对方的话, 前夫在法庭上大声回答, 自己不认罪, 他是被冤枉的, 英子和秋华再次了见前夫, 这次见面, 前夫释放出自己的敌意, 开庭之前我就知道你们跟他们是一伙的, 把屎盆子扣我一个人头上, 拿我当傻子耍呀, 这句话让英子意识到不对劲, 想必开庭之前他与某人见过面, 眼见只包不住火, 夏叔主动承认他曾见过前夫, 为他加油打气, 并放话如果他坚持自己没杀人, 说不定能被判无罪, 秋华十分无语, 把夏叔大骂一顿, 转身离开坐公交车回事务所, 在公交车上, 秋华想到一种可能, 说不定马女士根本不是真心想救前夫, 说不定是看中了前夫的房产, 才一直祈求律师帮忙让前夫签署委托书, 拿到房产的处置权, 刚才马女士在法庭上告诉前夫不要忍罪, 也是故意要激怒被害者家属, 请求法官对前夫从重罚落, 这样马女士有冲突的时间把前夫的房产据为己有, 分析完, 两人立刻返回看守所, 可是前夫已经取消了英子二人的代理协议, 他们无权会见前夫, 两人只能失望而归, 他们十分好奇马女士会请谁当律师, 还旁听了庭审, 在法庭上前夫的律师手忙脚乱, 一看就不专业, 而原告律师坚持要判处前夫死刑, 最后前夫被判处无期徒刑, 离开后马女士一脸轻松, 英子上前向她表示祝贺, 马女士还调侃英子两人错在对工作太认真, 要是他们乖乖合作, 这笔钱不就到手了, 这时为前夫辩护的时徐律师抱着一大堆文件, 资料掉落在地, 两人上前帮忙, 还送她回律所, 两人在车上提醒她不要做违法的事, 不然东窗事发肯定是她这种时徐律师背锅, 秋华叫她要学会自保, 要手握规避自己责任的证据, 时徐律师提出跟秋华谈谈, 她讲述了事情经过, 马女士在开庭前联系到时徐律师的师傅, 愿意支付高额的律师费, 她的要求就是让前夫签署委托书, 到面见前夫时, 时徐律师的师傅找借口离开, 把委托书加在代理协议中让前夫签字, 为的就是万一出事, 好把一切责任推到时徐律师的身上, 马女士正打着如意算盘, 她想起诉英子三人, 诬陷他们和前夫创供, 导致前夫背叛无期, 马女士来到律所, 拿出偷拍的夏叔收下家叔的视频, 以此向要挟, 想把自己支付的几十万代理费要回来, 夏叔这才知道马女士偷拍, 夏叔肠子都毁清了, 后来她把家叔还给了马女士, 可惜忘记留下证据, 英子和秋华正面迎敌, 马女士说出自己手里有夏叔收下信的视频, 夏叔否认, 撑自己回头就还给马女士了, 马女士否认, 坚持着夏叔把信送给了前夫, 那封信就是他和前夫的暗号, 马女士一时大意, 不知道秋华已经录下了她说的话, 马女士想要回自己支付的三十万, 英子断然拒绝, 马女士气急败坏, 不给钱她就告英子, 眼见讨不到好, 马女士离开律所, 夏叔生怕事情闹大, 想自掏腰包把钱还给马女士, 英子劝她把钱收好, 不要把钱往烂人身上砸, 见要不回钱, 马女士向方律师告状, 马女士为了要回代理费, 在律所撒泼打婚, 英子能眼看她表演, 等对方消停下来, 她告诉马女士, 自己已经查到她变卖了前夫名下的两套房产, 还有两套也挂在网上售卖, 英子已经找到律师代理受害者家属, 向前夫提出民事诉讼, 要求对方进行民事赔偿, 甚至要起诉前夫非法转移财产到马女士名下, 有钱却不愿赔偿, 她的官司必输无疑, 马女士哑口无言, 英子眼看火候差不多, 她让对方写一份证明, 证实他们三位前夫案的代理律师, 没有任何违法回归行为, 马女士为了保住钱只好照办, 另一边, 孙某按照计划给丁老板写了一封推荐信, 把温丽介绍给她, 温丽看上了丁老板的儿子小丁, 为了成功勾引对方, 她投其所好, 恶不知识, 与小丁畅聊与电影有关的话题, 小丁也是单纯, 三言两语便被忽悠, 把温丽当成了知音, 这次温丽回来, 表面上是帮流明撤销拘捕令, 其实她早有了寻找新目标的想法, 温丽想方设法搞定小丁, 哪里不懂补哪里, 与小丁相处时, 遇到不懂的问题, 她就来到洗手间百度, 甚至谎称自己是电影编剧, 小丁来了兴趣, 想看看温丽的过往作品, 温丽一口答应下来, 既然话已经放出去, 温丽需要给自己招补, 她来到一家电影爱好者俱乐部, 锁定了正在搞创作的南编剧, 她主动做到南编剧的对面, 以插充电器为由靠近南编剧, 把临口的位置正对对方, 用美色勾引对方, 南编剧也很配合地被温丽迷住, 南编剧按照温丽的要求, 很快完成电影剧本, 她拿给温丽过目, 温丽假装被剧本感动的热烈盈眶, 想让南编剧把剧本授权转让给自己, 她拿去找投资, 实现南编剧的梦想, 温丽施展美色悄悄靠近对方, 虞东经不住诱惑, 答应下来, 温丽没想到自己已经被英子盯上, 温丽想要让孙某的妻子进行起诉, 追讨孙某为温丽花费的婚礼财产, 并把这桩官司介绍给了陈硕, 既然接下了案子, 温丽也回到国内, 徘徊在丁老板身边, 陈硕接到通知, 来到上海盯着温丽, 见识得差不多了, 陈硕回去向英子复命, 英子带陈硕去见方律, 谈谈温丽的事情, 陈硕告诉方律, 自己在上海打听到, 温丽从孙某身上, 骗走了足足6000万, 然后与刘明一起成立了一家新的公司, 从刘明要量公司转进来2000万, 其中包含高利贷与银行贷款, 陈硕纳闷为何英子被刘明变成了法人, 却没有起诉刘明, 反而自掏腰包替对方还了巨额的债务, 刚说完他恍然大悟, 英子承认是公司法人, 以公司身份起诉刘明非法转移公司财产, 属于职务侵占, 可以直接判刑, 但仅仅以转移夫妻共同财产起诉, 顶多就是追回财产, 陈硕称赞英子实在是太狠了, 这是要直接把刘明送进监狱啊, 英子微微一笑, 他转移话题又谈起了温丽, 如今对方瞄准了丁老板的儿子小丁, 以电影编剧的身份接近他, 看起来是想钓这条大鱼, 陈硕准备代替孙某妻子与温丽交涉, 先让他把孙某打到私人账户的3100万还回来, 然后再由英子起诉温丽与刘明职务侵占, 一举把两人送进监狱, 向英子汇报完, 陈硕再次回到上海, 徘徊在温丽身边, 温丽正在加速拿下小丁, 温丽很会拿捏男人的心, 小丁一心想要做电影, 与父亲发生争执, 温丽适时出现, 鼓励小丁追求梦想, 在电影行业做出成绩, 接着温丽拿出南编剧写的剧本, 提出要和小丁合作拍电影, 还愿意主动拿出200万投资, 小丁内心澎湃, 被温丽吸引, 他决定回公司接下销售业务, 然后偷偷交给温丽打理, 赚到的钱再用来拍电影, 陈硕目睹了温丽的手段, 他来到温丽面前, 让他把孙某的3100万还回来, 温丽坚决不还钱, 毕竟那是孙某自愿送给他的钱, 魂言, 陈硕放话要向小丁揭穿温丽的真面目, 温丽可不想主厨的鸭子飞走了, 温丽再次使出美人计, 主动摸上陈硕的手, 陈硕不知这套给温丽下了最后通点, 命令他在5天之内还钱, 并让他当场签承诺书, 温丽没办法只能签字, 陈硕一回到酒店就向英子报喜, 此时英子和秋华正在温丽的老家清阳, 温丽的家在一个偏僻的小山村, 向村民们打听温丽的情况, 温丽的家庭情况让秋华联想到自己的身世, 他从小出生在一个重男轻女的家庭, 为了离开家乡, 他努力读书来到大城市, 挣了钱还要补贴家用, 承担下了养家糊口的重任, 与他相反的是, 温丽选择离开家乡, 不择手段地利用身边人去获取钱财, 来弥补自己曾经缺失的一切, 此日, 英子和秋华来到上海与陈硕会合, 陈硕接到二人, 告知他们温丽已经乖乖把3100万 拿到了孙某妻子的账户, 陈硕还为英子他们订了温丽住对面的酒店, 方便监视他的一举一动, 不知道英子已经来到上海的温丽, 还在对小丁下手, 他转给小丁200万的拍摄基金, 小丁内心激动, 迫不及待地去见温丽, 向他表示感谢, 小丁来到温丽住的酒店, 温丽穿着性感睡衣, 主动吻上小丁, 与对方度过了火热的一夜, 小丁的身心已经完全沉沦, 在温丽的指使下, 他向父亲丁老板申请, 想去掌管分公司, 见儿子终于有了回归公司的意向, 感觉温丽不太地道, 说不定孙某坐牢就与他有关, 如今小丁和温丽正出火热气, 根本听不进去父亲的劝戒, 晚上他照常来到酒店与温丽约会, 这一幕被在对面监视的英子看在眼里, 此日, 英子三人来见丁老板, 说明了孙某被温丽诈骗的前因后果, 丁老板立刻打电话给分公司梁总, 提前做好防范, 梁总愿意把公司全权交给小丁, 但他要留下来成为财务总监, 在身旁辅佐小丁, 温丽就不满意了, 就会妨碍他卷钱跑路, 小丁倒是很乐意, 反正他志在拍电影, 有梁总在他可以毫无牵挂地进行自己的事业, 暂时稳住了温丽后, 几人想到了彻底击垮温丽的好办法, 秋华建议让温丽动用公司的一笔钱, 根据以往的经验, 温丽会把钱转移到国外, 他们在顺着轨迹找到温丽的其他隐藏账户, 拿到完整的转账链条才能举报温丽诈骗, 因此提出丁老板拿出200万引温丽上钩, 和温丽那边已经开始行动, 他先试探小丁在使用钱方面是否有话语权, 却说小丁与自己去美国深造电影专业, 小丁转头向梁总说起此事, 梁总第一时间告诉了丁老板, 见温丽已经入套, 几人的计划已经开始, 丁老板承诺会陆续给儿子3000万, 先赚给小丁200万应急, 现在小丁身上有利可图, 温丽放下了戒心, 梁总第一时间把温丽的账户交给英子, 是温丽之前使用过的与刘明一家注册的公司账户, 英子第一时间找到前公婆, 告这二人, 几人合伙注册的公司上面的钱已经被掏空, 而且温丽已经回国, 把刘明一个人扔在美国, 伯伯不信英子的一面之词, 查询账户余额, 果然钱都消失不见, 伯伯按照英子给的地址找到了温丽, 婚礼解释去了美国后, 她水土不服, 没保住之前的孩子, 这次回国是为了备孕, 婆婆问起账户上的钱, 温丽辩解, 英子在查询这笔钱的下落, 她担心被英子盯上, 才把钱转走, 婆婆一个字都不信, 命令温丽三天内把2100万如数打回账户, 不然她绝不放过温丽, 从温丽处离开, 婆婆找到英子, 把和温丽的话全部录音, 拜托英子撤销对刘明的指控, 可警方已经立案, 英子也胡弄为例, 如今温丽向热锅上的蚂蚁, 她第一时间向小丁求助, 命令她立刻向梁总要到剩余的2800万, 小丁听话地来找梁总, 梁总早已跟英子他们联手, 故意说着要公对公转账, 打入温丽名下的公司账户, 为的就是引出温丽在美国的秘密账户, 温丽一心想要钱, 毫无犹豫地答应下来, 见差不多的时候, 温丽把小丁赶走, 收拾东西, 准备跑路, 从温丽处离开后, 小丁被叫回公司, 知晓了温丽的所作所为, 这一刻小丁终于醒悟, 二连总按照原计划, 给温丽的账户转了10美元, 正要离开的温丽在楼下查看转账信息时, 英子出现在她面前, 同时到来的还有警察们, 英子目睹了温丽被逮捕归案的一幕, 解决了温丽, 英子来找方律师, 想撤销银行案子的上诉, 过去的一切已经结束, 她想尽快翻篇, 进入崭新的人生, 这时, 两个月后, 英子被银行回收的房子正在被拍卖, 陈说拜托熟人在现场竞拍, 让对方全力加价, 把房子拿下, 与熟人竞价的是周老板, 双方正在加价时, 懒懒来到现场, 坐到自己新棒的大款身边, 他也想买下英子原本的房子, 三方争抢一套房子, 不停往上加价, 大款感觉这套房子不值这个价, 提前退出, 只剩熟人和周老板互相竞争, 最后,熟人拍下那套房子, 熟人向陈说道喜, 一听对方花一千五百万买下了房子, 陈说脸上的笑容瞬间消失不见, 他本想拍下房子再按折旧价卖给英子, 可没想到比自己的预算多出不少, 熟人也是豪爽, 他曾是陈说的客户, 对陈说充满感激, 愿意帮他补齐房子超出市场价的部分, 没多久, 在美国待不下去的刘明回国了, 英子来到机场, 劝他去自首, 一见面, 刘明就朝英子发火, 把自己今天遭遇的一切都归咎于英子, 怪他把事情闹大, 更是后悔自己娶了英子这样的女人, 看着昔日深爱的丈夫, 在自己面前面目争灵, 指责着自己的过错, 英子感觉是那么的陌生, 他终究还是不够了解自己的丈夫, 英子什么都没说, 从刘明身边离开, 在英子可不是这种性格, 他再次折返回来, 给了刘明一巴掌, 一同前来的邱华和陈说, 一直在远处看着英子, 刘明在机场看到了前来抓他的警察, 正准备逃跑, 陈说上前搂住他, 劝他自首, 陈说愿意担任他的律师, 帮他争取量小刑法, 转天, 英子得到消息, 夏叔的父亲被检察院的人带走, 他男朋友听说这事, 第一时间开着夏叔的车离开, 律所也取消了夏叔合伙人的资格, 并把他开除, 回年, 英子立马赶回律所, 第一季结束。